眼前的男人为何会如此激动 原来他是龙潭镇刚上任的副镇长 胡全生 就在刚刚 天气预报晚米西村有大暴雨 镇里紧急下达了防训工作的通知 可村民们根本不信 他们依旧兴致勃勃举行一年一度的斗牛大赛 由山上和山下各出一头牛比赛 晚米西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村民田老八正在号召村民下主 他们自动分成两个阵营 各自为自己对加油助威 村主任向有亮和村书记视牌山亲自独占 晚米西服平队科研来找潘镇长汇报 潘镇长 别喊了 潘镇长到目的系防训去了 那龙书记呢 龙书记现在你开会还没回来呢 这下麻烦了 这下要做大事啊 做什么事了小伙 您是谁啊 我是新调来的副镇长胡全生 副镇长 你哪个村子 我是晚米西服民工作队的科研 我们村山上山下 这军中斗牛呢 没收到防训通知吗 为什么不拦着 我哪拦得住啊 这斗牛斗的 牛没红眼人都红眼了 我要拦得住 我来这干嘛呀 带我去 哎 斗牛比赛开始 胡全生气喘吁吁感到 让村民取消这次斗牛比赛尽快疏散 暴雨山湖的警告 上级发了这么久 为什么不疏散人群 为什么还有心情在这斗牛 疏散人群 马上 可村民们坚决不干一致要求继续斗牛 就连村里德高望重的惹阿公 都站出来反对蒲全生 这个斗牛节是大家集思办的 没拿政府的一分钱 就连牛官的酬劳和牛吃的资料 都是由村民分掺的 是你说散 就能散了的吗 水火无情啊 现在是老天爷让大家散 再不散真的会出大事的 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 老天爷认我 不认你 斗牛不能停 就在大家僵持对峙的时候 这时龙滩镇书记龙又明 从县里开会回来 第一时间来玩米西村 天气预报 爆的是大暴雨 要是引发山洪 那就不得了 斗牛 咱们改期吧 好不好 改期所有的费用 镇上出 牛王的断带背面 这个费用 我个人出 这样行吧 散吧 散啊 龙又明见村民依然无动于衷 最终只好求助惹阿公 惹阿公 今天你要是不支持我的工作 我这个书记 算是独职 弄不好就克职了 算我求你了 行吗 转眼间 天降大雨 山上洪水直流而下 眼看就把村子淹没 龙又明掩护村民们转移 而村里的惹阿公 却迟迟不走 坚持要把寿财带走 就才是死的 人是活的 有什么东西比真命还要重要 你不用说那么多 不用你管 蒲全生苦苦归劝都无济于事 这时龙又明及时赶来 龙又明答应帮他把寿财抬走 惹阿公这才肯跟着乡亲们转移 大雨倾盆而下 龙又明和蒲全生帮忙抬寿财 他们沿着泥泞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向下走 可是山路很窄 龙又明突然脚下一滑跌落山下 蒲全生赶忙把龙又明送往医院 他紧紧抓住蒲全生的手 说村民因为穷对生活没有指望 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龙又明唯一的遗憾就是愧对儿子 儿子的养猪场的瘟疫猪都死光了 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却帮不上忙 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最终还是不幸离开的人士 因为防训撤离不及时 蒲全生当即就解散了村支两尾 破误是犯下了 我认 要不我自己把这个村主任辞了 好 我要的就是这个态度 回去写好你的辞呈 存支书下有量 也应马上停止 众人为龙又明举行了追悼会 镇长潘学斌当众宣读了龙又明的遗嘱 龙又明要把所有的积蓄六万两千元上交党费 将帮助百姓脱贫 蒲全生当场提出反对 因为龙又明家生活也很困难 他建议拿出一万元上交党费 剩下的给他们家人补贴家用 这时省电视台记者沙欧站了出来 他站出来反对蒲全生 指责蒲全生违背龙书记的遗愿 沙欧强烈抗议蒲全生的决定 蒲全生没有着急说话 而是把身旁龙书记的儿子扶了起来 大家看看这双手 龙书记的儿子 靠自己的双手 养猪脱贫 没有向他的父亲要过任何的一分钱 眼看着日子要好起来了 赶上了猪瘟 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 是否能够真正的脱贫 不再反贫有多么的重要 五万两千块钱 这不也是在扶贫吗 大家觉得这个钱他不应该拿吗 此话一出现场鸦雀无声 最后大会通过举手投票 大部分人员支持龙书记契儿 收下大部分钱 会议结束 沙欧叫住了蒲全生 认为他在抢烈士的风头 认为他是想出名 故意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情 我是在用媒体人的公平心 挽救一个急着想要当网红的副阵长 等到你的手什么时候 像龙书记的儿子一样黑了 裂了大口子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这抹着昂贵的口红 喊着廉价的口号 然而蒲全生的这些话 也让沙欧倍感屈辱 如果你是这种态度的话 那我只能如实报道了 在树立英雄典型的报告会上 一个狂妄自大的副阵长 想要薄眼球为所欲为 因为沙欧的报道 导致视频在网上迅速发酵 县委书记江思维把蒲全生叫来问责 说他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烧掉了村支两尾 第二把火就篡改别人的遗嘱 把他好一顿数落 蒲全生被当委屈 这几天 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能想见到我的救护车上 龙书记拉着我的手 我们的基层扶贫干部太苦了 直到最后一刻 他觉得他不行了 他才想起来 还有一个可怜的儿子 他才想起来 他答应他儿子的事情没有完成 他对不起他的儿子 他不是一个正直的父亲 罗书记就这么一个心愿 他求我了 我不该帮他完成了 树里点心没错 但是也要讲感情 我就这么做了 我认为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那现在啊 完美西村 村支书村主任都没有 救灾工作怎么办 我来 救灾结束后 扶贫攻坚呢 我来 你觉得扶贫工作是耍个人英雄主义吗 你想孤军奋战吗 我告诉你 就算你是三头六臂的哪吒 你也只能光着屁股玩玩水 胡全胜利下军令状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组建村里的领导班子 保证圆满完成抗洪救灾和脱贫攻坚工作 你是镇长 你的责任是去县力 求爷爷告奶奶把被日捆弄回来 把教室修好 让孩子们能进教室上课 这天晚米西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赵伟找到扑全生 并递交上一份村之两尾的检讨 恳求扑全生对他们俩网开一面 可扑全生却无法原谅 一条人命 解个检讨认个错 龙书记就能死而复生吗 你有没有想过 全村上下 村之两尾 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 接这个担子的后果是什么吗 照你这么说 还是我错啊 刚上任牛胡乱拍板 这是管理者的大忌 现在晚米西村半瘫痪的状态 你必须马上解决 赵磊同志 请你搞清楚 晚米西扶贫工作队的队长是你 不是我 可是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呀 胡全生知道刚才自己的行为有些激动 于是他让自己冷静下来 并向赵磊道了歉 让赵磊推荐一个适合做村主任的人选 他推荐了晚米西小学的秦宪文老师 胡全生很快就来到了晚米西小学 此时的秦老师正在露天的茅草屋给孩子们上课 胡全生并没有打断正在上课的秦老师 而是拿出手机拍摄学生们上课的情景 下课后胡全生找到秦老师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在木棚子里上课 你是谁啊 我是坐龙潭新来的副镇长 我叫胡全生 你没看见那个牌子吗 跟我来 秦老师带领胡全生来到教室 教室破败不堪 屋顶还有个大窟窿 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你觉得能让孩子在这种环节上课吗 这种状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半年多了 那为什么不休呢 谁给钱啊 你给啊 这时候我管定 这话我听多了 你不相信我吗 我相不相信不重要 现在说话算数的 不多了 胡全生欣慰地笑了 他替孩子们能有这样的老师感到很高兴 胡全生建议秦宪竞选村主任 给全体村民做思想工作 秦宪文对此不感兴趣 还提醒他要做个好官 胡全生啊 当夺大官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为老百姓 能做不上事 说完秦老师转身就要走 胡全生叫住了他 并向他保证 教室维修的问题他一定解决 胡全生一回到镇里就来找潘镇长求助 想让镇上出资修建完米西小学 可潘学兵表示学校的问题是归县里的教育局管 他们只能按照正常程序打报告催 所以镇上不能出资这笔费用 而蒲全生却不依不饶 一直用无助的目光看向他 无奈之下 潘学兵只好答应他明天亲自去趟教育局 转眼一周时间过去了 因为蒲全生没有兑现承诺 晚米西村的村之两尾还是没有合适人选 江四维只好派他到晚米西村做村之书 大会结束 蒲全生向江四维要前修教室 还没上任就伸手跟我要钱 你是第一个 那副镇长去当村之书的我也是第一个呀 我是让你去扶贫的 带着村民们去挣钱 我让你花钱 另一边还在休假的沙欧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 原来之前台里的扶贫老孙出了车祸 领导要让沙欧顶替老孙的位置 派他去玩米西村接替老孙的工作 听到这个沙欧立马愣住 他赶紧和领导推辞 何总拒绝了沙欧 还让他赶紧回来参加扶贫培训 沙欧连夜赶回电视台 想让何总把他调去别的村子 却遭到领导的反对 何总 您有所不知 这笔党费谁做出一波书 雍城县就把坐龙贪镇的副镇长浦全生给撤职了 让他去玩米西当村书记 我把人家得罪成这样 我到了玩米西 万一他给我穿小鞋该怎么来啊 还有这么巧的事 可不是吗 谁能想到 所以我想换个地方 不行 应该已经上报了 改不了了 沙欧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赶往玩米西 另一边蒲全生也在收拾行李 准备去玩米西走马上任 潘学斌亲自出来送他 蒲全生还在奠记给玩米西小学修学校的事情 于是让潘学斌赶紧催促教育局 潘学斌答应尽力争取 沙欧在赶往村里的路上却遇到山体塌方 道路被石块和泥沙挡住去路 手机也没有信号 沙欧正一筹莫展时 恰巧碰见赶往玩米西任职的蒲全生 需要帮忙吗 你好 这怎么回事啊 这里一下雨就经常塌方 谢谢啊 哟 这不杀到记者吗 别来无恙啊 你是 我 此时沙欧也认出了蒲全生 并自责地和对方连连道歉 因为自己的报道导致蒲全生降了时 蒲全生根本没当回事 就当蒲全生骑车要走时 沙欧却拦住了他 你得送我上山 凭什么呀 因为我是玩米西新造任的扶贫队员 就这样蒲全生搭载沙欧前往玩米西村 沙欧一路被颠簸的狂兔不止 村里派了村医廖桂香来路口接应 这时路口突然跑过去一帮村民 蒲全生得知村民们要去小学砍树 就让廖桂香先送沙欧去扶贫工作队 自己则骑车赶过去一看究竟 蒲全生急匆匆来到学校 质问秦老师为什么要砍树 为什么要砍树 缺钱 那砍树是违法的 教室后面的树属于学校的财产 不违法 十年树五百年树人 我想这个道理你比谁都清楚 这么说你弄到维修考了 没有 那我就能砍树 蒲全生让秦宪文给自己一周的时间 并承诺一定会修好学校 秦宪文这才疏散了村民 随后蒲全生给县教育局打去电话 想问一下他们的小学维修报告什么时候能批 却遭到对方的不耐烦 你什么呀 有结果会通知你啊 就这样被对方挂断了电话 等蒲全生回到村委会后 沙欧递交给他一份量化工程的文件 并让他签字 没想到官不大权力不小 刚一来签个字就值四十了 这么说的弄都没修可了 没有 那我就能砍树 晓夫啊 今天咱们这些点必须要量完你知道吗 蒲全生 跟你商量个事呗 对不起啊 我有及时要处理一下 我回头到山下找你 这个村书记上任的第一天就要挪用公款 原来是贫困村要安装路灯 蒲全生认为路灯密度太高 他想把村里的路灯减少 省下一部分钱来修建学校 随后就找到了工程队的项目经理 可经理根本不敢同意 但经不起蒲全生的苦苦哀求 然后蒲全生又找到扶贫队的队长赵磊 想让赵磊把路灯量化的工程交给自己 这个项目我们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 不能你一来传承你的了吧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争啊 你忘了你是省力来的 境界高觉悟高 见容易就让 见困难就上 我呀 就是想赶紧做出点成绩 好神官 拜托了 第二天施工队在村里装路灯 沙欧首先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发现路灯的间距和图纸上的不一样 于是立马拿着图纸赶回村委会 原来的图纸一共有126盏灯 新的图纸一共只有一百盏 足足少了26盏灯 这是多少钱 起码七百万 本来这个蒲全生不是官迷 是财迷 赵磊气急败坏 拿着图纸来找蒲全生 看到秦县文正带着村民修缮教室 赵磊命令他们停工 蒲全生文迅赶来 我们去那边谈啊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你刚上任第一件事就骗我 你昨天是怎么说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要挪用公款 小点声 我凭什么小点声啊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你这是怎么说话了呀 我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主 再怎么着我也不能让孩子们 在这木棚子底下上课了 你就这么做主 一旁的沙欧让俩人别再吵了 于是把蒲全生叫到一旁 沙欧告诉他这是知法犯法 劝蒲全生立刻停止施工 我求你了行吗 你们就当这些事情你们不知道 万一出事了 你们还能自保啊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就不能当真眼下 必须停工 否则我们就是知情而不阻止 就是同流合污 你们工作队都这么说话的吗 谁污了呀 说谁呢 蒲全生拿出手机 给沙欧看了孩子们在露天上课的视频 木棚子经不起风吹雨打 孩子们在里面上课很危险 他们急需一个好的上课环境 沙欧把视频拿给赵磊看 可赵磊却不这么认为 他只知道蒲全生挪用公款 就要为此负责 蒲全生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于是叫村民们继续干活 随后赵磊实名举报了 蒲全生挪用扶贫款的事 陈县长得知非常气愤 把这件事如实地向江书记汇报 我的意见是事关扶贫 犯到哪一条就处理到哪一条 绝不能姑息 经过蒲全生的不懈努力 小学教室终于整修一心 秦县文特意邀请蒲全生 和沙欧来学校参加升旗仪式 下面有请帮我们修好教室的蒲书记 给大家讲话 热烈欢迎 同学们好 蒲全生好 就在这时 陈县长打电话给蒲全生 蒲全生刚接通电话 就被陈不胜劈头盖脸 把他训斥一顿 蒲全生表示愿意接受处分 陈不胜让他在晚米溪等着自己 他要在晚米溪村召开现场会 很快陈不胜带着县里和镇上的各级领导 来到晚米溪 准备在晚米溪小学召开现场会 村民们也都前来围观 可教室大门紧锁 秦县文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众人也都焦急万分 潘学斌建议把教室的大门撬开 不用撬 屋里开不了外边开 坐着开不了站着开 倒要看看这晚米溪唱的是哪一厨 收 哎 那秦县文到底是什么人 他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平时很负责任 对对对 这叫负责任 这是故意 陈不胜只好在院子里召开现场会 让蒲全生对挪用公款的事做检讨 而此时的秦县文正在河边修桥 原来他得知陈县长今天会来开现场会 秦县文故意躲着不露面 这时村民喜妹找到秦县文 让他赶紧去把教室的门打开 还说陈县长现在非常生气 秦县文觉得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 已经忘记了在外边被雨淋是什么感觉 让他们体会体会也好 你别犯罪了 现在学校已经修好了 你犯不上得罪干部 你赶紧去把门打开 陈县长都发脾气了 学校是我管 我想开就开 想关就关 我说了算 这时一旁的妖姑也站出来劝他 秦老师 你别这样我求你了 你快回去把门开开吧 孩子们难得有你这么一个老师 你要是被处分了停了职 孩子们还指望谁啊 这个上任第一天的村书记就挪用公款 为贫困山区修建学校 陈县长得知此事后在村里召开了现场会 当众批评蒲全生的所作所为 让他对挪用公款的事情做检讨 正当陈不胜要宣布对蒲全生处理结果时 这时秦老师赶了回来 你们一定要出份蒲书记吗 秦老师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缠户进来 陈县长 江书记 请 如果说不是蒲书记挪用量化工程的钱 我想问一下 这个教室能有亮光吗 我可以告诉你 在同学们的心里 这份光一定比路灯还要亮 秦老师我求你了 你别说了 这件事情合情不合理 合什么情 你的情 是心疼在露天上课的孩子们 道理我可能讲不过你们 这个规定那个纪律 你们能讲一箩筐 但是就是你们 对露天上课的孩子们 无动于衷 对临着与背诵课文的同学们麻木不仁 这个理 在我这就是外理 我宁愿你们有点感情 如果说一定要处分蒲书记 很简单 把这个教室拆了 大不了我在棚子里面 继续给孩子们上课 这时县委书记江四伟缓缓走来 江四伟夸赞秦老师讲得非常好 让他接着往下说 秦县文表示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他请求领导能不能不给予蒲全生处分 就从修教室这件事上 他认定蒲全生是一个干实事的好干部 江四伟一口回举 表示纪律就是纪律 该处分就得处分 蒲全生 严重警告处分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我该滚蛋了 胡全生表示在做这件事之前 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可是他不后悔 村里和镇上都没有钱 他想过一切的办法去走正常程序 可教育局给他的答复就一个字 大 在我刚上任的时候 我也管你要过几人 你不也没给吗 领导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可他作为这个村的书记 看到孩子们在露天的木棚子里上课 他不能坐视不管 在我这么干之前 我劝过自己很多次 别冲动 再等等 再等等 没错 我们能等 孩子们等不了啊 蒲全生的一席话 让在场的领导哑口无言 我们等得起 可孩子们的无聊 说得好 那我问你 蒲全生 今天对你的处理 打你的板子 你认还是不认 认 那就不要动不动就说走 挨了板子 该干的事情 还得有人干 随后江四伟向随之而来的各级领导确认 蒲全生所说的是否属实 夏书记当众拿出蒲全生的申请报告 这份小学维修报告足足在各部门转了39天的流程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 一个小学维修报告 在我们的衙门里整整走了39天 愣是被劈下来 真的不是你们自己的儿子 不是你们自己的孙子 就不心疼是吧 你们这样做就不怕被人骂娘了 这是典型的雍正 懒正 不作为慢作为 这样的行为不严肃处理 不狠狠地打板子 怎么扶平啊 这件事我们必须查清楚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追究 一个人一个人的问责 江四围和陈不胜在晚米西村转了一圈 江四围感叹这里山清水秀 可村民们的手里还端着要饭的碗 陈不胜没有回应 江四围看出他这是心里不舒服 陈不胜觉得江四围对蒲全生处分太轻 俩人来的时候明明说好对蒲全生是调理处分 结果江四围却变了挂 只给了蒲全生处分却没调理 这让陈不胜心里很不舒服 我是向夏寿记了解了情况所以才做了帖户长 外面系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明清比较复杂 主要干部不宜还来还去 村民对一个受过处分的村书记还能相信 刚才的掌声你没听见 那掌声是给您的 错 陈不胜觉得江四围对蒲全生特别对待 江四围表示他和蒲全生的关系确实有些特殊 原来蒲全生的父亲是这里第一批的扶贫干部 而且还因公牺牲在这里 至今还埋在这斤牛山上 蒲全生亲手给赵磊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原来他在扶贫队三年任期满了 俩人因为之前公款的事情 他又不好意思面对赵磊 所以让沙欧代表他为赵磊送行 随后沙欧把赵磊邀请到村委会 劝他继续留在扶贫队 可赵磊不喜欢蒲全生的做事风格 表示不能和他在一起共事 而且他还要回去和未婚妻结婚 临走他把自己这三年来整理的扶贫资料 全部交给沙欧 让他转交给蒲全生 说完赵磊就转身离开 蒲全生翻看了赵磊留下来的扶贫资料 他从资料中可以看出 赵磊的理想一点不比自己少 第二天 蒲全生一早就在宿舍门口等赵磊 他拉住赵磊提出送他去火车站 一路上还向赵磊请教了很多关于扶贫的经验 半路要经过一条小河 蒲全生看到赵磊腿有救伤 随后提出背着他过河 赵磊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分别食谱全生强行塞给赵磊一份结婚礼经 干净 也是一种尊严 你教我的 他是全村最懒的男人 八十年不洗一回走 村里为了治他 还特意贴出以朗为耻的雕语 可他却不乐意了 抓住村干部就要讨要说法 你把以朗为耻这四个字写得锅盖这么大 你骂谁呢 你这是公开侮辱我的人格 我告诉你 你败坏了我的名声 我以后还怎么找老婆 你要为我的下半生负责 沙干部 这以平为耻是什么意思吗 这也不是我们自己故意要穷的 这人均啊 才六分地 除非地理重金条 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不穷吗 你这是歧视哦 龙东花也在一旁说风凉话 认定沙欧的标语是对他们的打击 村民们也一起跟着起火 侮辱加上歧视 我要求你赔偿 我为什么要赔偿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你伤害了我 你伤害了我的心灵 我告诉你 精神赔偿为辅 物质赔偿为主 我赔钱 村民们一致要求沙欧赔钱 就在沙欧和村民一直僵持不下时 胡全身闻讯赶来 这么多人围着一个女孩 你们合适吗 我要让她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马上试 来 读一下前面四个字 你瞧不起谁呢 读啊 一懒为耻 你身上山下打听打听 我出口成章 欺不成诗 以前像我这样的人 被称之为乡绅了 笑什么笑 不信是吧 那好 扑书记 今天就在这 咱俩是赛师呀 还是比商哥 马乡绅 马先生 马老师 请问这上面有哪个字 写了你马长顺的名字 莫非懒是你的专利 招牵了你的权 闹什么呢 马长顺被怼的瞬间没了脾气 胡全身为了安抚村民 他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 声明标语是他起草的 然后向村民们道了歉 贫困户 只是我们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暂时掉队的一小部分人 真正可耻的是 安于贫困的内心和思想 胡全生也觉得 后面的四个字有些不合适 然后让携手现场改字 改成了炫平为耻 龙东花才肯罢休 村民们也一哄而散 这天村里送来了扶贫小猪 沙鸥和蒲全生按照名单上 给村民们分发猪仔 龙东花看不惯沙鸥戴口罩 沙鸥念叨他的名字时 龙东花却假装没有听到 等蒲全生喊到他 龙东花这才去签字领猪 等他签完字 还不忘对沙鸥冷嘲热讽一番 胡全生健壮赶忙替沙鸥解围 称沙鸥感冒了所以才会戴口罩 龙东花这才罢休 等了半天的麻长顺 也顺利领到了小猪仔 胡全生还不忘嘱咐麻长顺 让他有时间去找技术员 好好学习养猪知识 别到时候猪越养越瘦自己越养越胖 麻长顺满口答应 回到村委会后 沙鸥为了感谢蒲全生为他解围 打算给他稍息澡水 这时龙东花急匆匆来向蒲全生告密 原来麻长顺把刚领的小猪烤了吃肉了 沙鸥气急败坏 说什么也要给麻长顺一点教训 吃完猪仔的麻长顺正 靠在椅子上美滋滋 殊不知沙鸥就在收拾他的路上 谁谁谁啊 你胆子真大 扶贫的猪仔你都敢吃 你有手有脚 你不能干点正经事摆脱穷日子吗 干什么干什么我不干 反正国家养人我 你们还敢把我饿死 服品是你们干部的事 你们立了军令状 完不成任务 是撤你的职 又不是撤我的职碎 哎 干什么干什么 我听好了 你扶贫不是扶乱汉 你这好人 中树树枯 阳极极温 你就是欠胆 哎呀 哎呀 沙盖 下手在重点子 先生们医院 这个时候有空调了 沙鸥对这种老赖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当初防训撤离不及时 导致龙书记撒手人寰 独全生因此解散了村支两尾 所以现在村里还差一位村主任的人选 向有亮把在外的儿子向登高叫了回来 让他代表山下的村民竞选村主任 可向登高嫌村主任挣得太少 对此不感兴趣 另一边是排山也把在外打工的儿子施咬金叫了回来 让他代表山上的村民竞选村主任 可施咬金也不想干 他只想早点和喜妹结婚 如果这次村主任被另一方当了 而另一方的利润和话语权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山上和山下都极力推荐自己这一方 喜妹得知施咬金打工从外面回来 心里别提多高兴 于是就找借口偷偷出去见施咬金 俩人在河边见了面 施咬金说明把挣的钱都还债了 他们的婚礼就得从简 喜妹根本不在乎这些 还夸赞她是个守承诺的男人 而且她也和父亲说清楚了 不会向施咬金要一份彩礼 很快就到了喜妹和施咬金大喜的日子 惹阿公却要临时变卦 临时变卦 还是怕出事啊 我再天塌不下 另一边龙东花带着施咬金去迎亲 还给迎亲的队伍纷纷发放了红包 可村民们打开红包嫌弃红包太小 承诺施咬金当上了村主任后 再给大家补上 一旁的田老八却不乐意了 田家旺认定向灯高才是他们的村主任 说完就要带着迎亲的姑娘们先走 老八 老八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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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我们来了这么多小伙子 你们这迎亲的姑娘还没给我抹黑脸 你说 只要是回去了 人家会说我们山上的小伙子 你们山下的姑娘一个都看不上丢脸 我们山下的姑娘的确一个都没看上 是不是啊 老八 等一下 这时施咬金叫住了老八 他说都是一些老礼 随便应付一下就算了 要不自己回去就太没面子了 可老八表示这五块钱的红包 只有五块钱的面子 说完就带着姑娘们转身离开 施咬金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来接亲 这时麻长顺也准备开始上财艺 天长抵旧 抵旧天长 来到贵地只见贵府 可到了门口向灯高突然拦住施咬金 突然变卦逼他出五万彩礼钱 就算施咬金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这很明显就是对方在难为自己 施咬金是真心想娶喜妹 想先给向家打一戒条 向灯高却不同意 那你说怎么 退出寸夫人的竞选 财力一分不要 喜妹跟你走 蒲全生带沙欧也在来参加婚礼的路上 他们却没有听到锣鼓声 这让蒲全生心里顿感不亮 这金球山的汉子要是太安静了 多半没好事啊 各位 娶老婆送彩礼 从来都是咱们山里的规矩 今天他施咬金不想给彩礼 就想把我妹妹娶走 你们答应吗 不答应 行呗 施咬金 你是个男人吗你啊 你脑子是花钢眼做的吗 我是你老婆 领了这儿的 你的手你的脚呢 抢啊 动手 拦住 明明是一场好好的婚礼 为什么变成抢婚了呢 就在刚刚 喜妹的哥哥向灯高临时变卦 逼他出五万彩礼前才可以把喜妹接走 原来村里选举村主任 向灯高和施咬金都是村里的代表 只要施咬金能放弃村主任的选举 他们向家一分钱彩礼都不要 而屋里的喜妹也听见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于是冲出来让施咬金抢亲 抢啊 就这样好好的一场婚礼 最终却变成了抢亲 赶来的蒲拳生健壮及时用敲鼓阻止了这场闹去 他奋力推开两方人马 像什么样子 好好的结婚怎么就变成抢婚了呢 是他不想理 他历史有五万块钱才理 沙欧当众声明喜妹和施咬金是领了正的合法夫妻 任何人无权阻止他们的婚礼 今天只要惹阿公说我妹可以走 我不拦着 让开 这时身后的惹阿公缓缓走来 在我们金牛山上哪家女子出嫁 不收彩礼啊 喜妹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好姑娘 不收彩礼就嫁人 对于我们这个穷村没道理 如果不受计您发话 硬要把这个礼 往咬金那边搬 我们山下认 沙欧见蒲全生一言不发 于是站出来让他主持公道 这点小事都不能拍板吗 你不说 我说 施咬金见蒲全生不为自己说话 情绪再次激动起来 让村民强行强轻 场面又一次陷入混乱 就在这时 石排山及时赶来阻止 他当众给向家到了钱 然后准备带着儿子离开 喜妹突然叫住施咬金 并把自己的大红喜副脱下来 扔给施咬金 小心了 把他挂起来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老婆 我家 我不走 我没接到我老婆 我哪儿不去 你今天要是不听我的话 我就打断你的腿 拉走 本来是一场好好婚礼 就这样被利益拆散 回到村委会后的沙欧还在生气 完愿他不站出来主持正义 对蒲全生更是爱搭不理 随后蒲全生和沙欧说起了这里面的玄机 这么跟你说吧 这是山下设计的苦肉计 彩礼不够就抢婚 这种行为在大家的心里 山上就已经领亏了 如果 你和我 再帮着是要听说话 那这就是拉偏价呀 山下就会变成被同情的一方 那结果是什么 再选村主任的时候 选票大家会投给谁呢 有道理呀 转眼间就到了选举村主任的日子 村民们也都开始纷纷投票 屋外的田老八借此和村民们下注 这时秦宪文从屋里出来 他二话没说 只见秦宪文从兜里拿出刚发的500元工资 但是他不赌谁赢 他要赌平局 如果平局的话田老八要一赔一百 认怂了 认怂你别耍微服 把赌局撤了 别脏了我的地方 老子想在哪赌在哪 平局 几十年山上山下就没有出现过 赌 老爸跟他赌 老爸赌 对老爸跟他赌 跟他赌乱 别激活 别背话 敢不敢赌 赌 大不了老子把房子押给你 老爸 别跟他赌房子 跟他赌媳婚 一会儿 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批了你 屋内的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 尽管向登高获得二十四票 可是不够半数 这次选举不算数 龙东花赶忙跑去汇报投票结果 有结果了 两个人都没有超过半数 这下 谁都到不了村主任了 田老爸 还真是平局了 你这下子 可是输掉五万块了 田老爸顿时傻了眼 院主服输吧 老子输得起 明天到我家收房子 我把房契给你 你真没人 我没良心 我把房子输给你 我睡的外边 我没良心 那你想过妖姑睡哪儿吗 房子我可以不了 但是我必须教育一下 害记性 别害人 我一家 你不老是 两人因此大打出手 就在这时日 阿公从屋里走了出来 因此训斥了老爸一顿 老爸 人家不要你的房子了 你还在这儿丢人现眼 啊 不 田老爸只好气冲冲地离开了 惹阿公又拦住一旁的情线 你不要老爸的房子 除了房子以外 我想你也不会看上其他的 对吧 蒲全生还在为了竞选村主任的事情而操心 他担心村主任一直选不出来 就会出现会选的可能 一旦出现会选 他和沙奥的职业生涯也就到头了 所以蒲全生想一肩挑 他想出任晚米西的村主任 沙奥劝他趁早死心 因为他不是晚米西村的村民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竞选 不过蒲全生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 蒲全生就来到镇上的派出所 原来他想把户口签到晚米西村 马所长却他三思 虽然户口能签到村上 但也是空挂在村里 只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作用 没有宅基地更没有分红 可蒲全生心意已决 坚持要把户口签到村上 不如这样 你这扶贫的决心啊 可真是让我佩服 就这样马所长给蒲全生办理了手续 潘学斌得知此事后 怒气冲冲找到蒲全生 你把户口签到村里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一千挑上去 就没有可以参考的红头文件 没说反对那就是可以啊 你非得把自己全搭进去 一点后路都不留啊 我已经搭进去了 没有后路 你把前途全堵进去 你值吗 你听我一句劝 你已经受过一个处分了 没有支付可以再撤了 村支出 是最想要玩 谢谢你 潘学斌苦苦归劝蒲全生 可是蒲全生还是心意一绝 回到村上的蒲全生 在村口贴出布告 宣布他已经把户口签到 顽米西村 哎 蒲出去 哎 你怎么给户口签到 我们村来了 从今天开始啊 我就是真真正正的 顽米西人了 多多关照啊 多多关照 得知消息的喜妹 第一时间就来找石咬金 还劝石咬金放弃竞选 他想让蒲全生 担任顽米西的村主任 把我干掉 把你亲哥干掉 选别的男人上 我怎么想的 我的想法很简单 你跟我哥都别争了 这样你就可以早点 把我娶回家 明白吗 那我听你的 石咬金只想尽快和喜妹成亲 便满口答应下来 喜妹又从包里拿出推荐信 还让她找村民联名 推荐普全生 随后喜妹给妖姑 送了两块腊肉 田老八回来看到后 二话没说 就要拿着腊肉去换钱 田老八 你干嘛呢 两块腊肉 你要拿去换钱 两块腊肉 就能回本你知道吗 不缺胳膊 不缺腿的 你一个男人让女人要 你丢不丢人 不是我丢什么人 我丢什么人啊 他是我爹 用两头牛骨换来的 打他妈他都应该 干点活怎么了 田老八 他是人不是牛 放开你 他着急回本呢我 田老八 田老八 田老八走后 喜妹埋怨妖姑太懦弱 早就该和这样的男人离婚 但婉米西的习俗女人 一旦离婚就会没人要 所以妖姑也无可奈何 随后喜妹拿出联名推荐信 劝说妖姑支持 蒲全生做村主任 他相信如果蒲全生带着大家 婉米西一定会大变样 沙欧得知蒲全生 要竞选村主任的是 劝他放弃竞选 一旦落选 他在村民心中的威望 就会一落千丈 让他三思而后行 做人做事 是要理性 是要三思而行 可是我们有爱有恨 我们有感情 为自己想的越多 为老百姓想的就越少 脱贫攻坚 就是要有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我没想过给自己领队 转眼间又到了选举大会的日子 胡全生不负众望 以四十票当选了 婉米西的村主任 胡全生组织山上和山下的代表 召开了第一次的村委会 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山上 和山下的水源问题 经商量山上愿意把水闸打开 向山下灌溉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山下必须要将自来水 无偿的给山上用 向有量却说自来水的工程 是当初自己四处画园求来的 山下村民自筹了不少钱 如果就这么无偿的给山上用 他害怕会遭到山下村民的反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胡全生建议对建档利卡的贫困户 减免开户费和水费优惠 大家这才纷纷举手同意 由于龙东花他们一家是超生户 不够资格建档利卡 只能垂头丧气的离开 却被扶贫队的科研叫住 我忘了通知你们了 因为你们家的超生处罚呢 已经交过了 特别在审核过之后呢 这个建档利卡户啊 副书记让我把你们给补上了 那我们家就是建档利卡户了 那我们也就不许交开户费了 应该是这样的 一旁的麻长顺利马就不乐意了 他拉住科研就要讨要说法 他们家凭什么是建档利卡户了 他们家仨孩子 我一个孩子没有 我置心未婚 我有病 不能干重货 一顿稀一顿干 我这个地保护为啥要交费啊 麻长顺 当初是你为了保住地保护那辆钱 我也劝你了 你也不听啊 非要保留地保护 坚决不申请建档利卡户 你这现在也不能断 那当初我也不知道 建档利卡户会有这么多好处 你现在给我办了吧 麻长顺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后悔药可以吃 有啊 那你是老鼠呀 龙东花和麻长顺一言不合就吵得不可开交 沙奥文逊赶来制止 又狠狠教育了麻长顺一顿 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能什么都想占 怎么会是我的问题呢 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嘛 是你们的工作不到位 怎么还来我头上了 你们工作队必须给我道歉 还要补偿 还补偿 还道歉 怎么道歉啊 对不起 没有及时把钱送到您手上 耽误您晒太阳 耽误您发懒劲 耽误您吃烤乳猪了是吗 打人不打脸 打了 闭嘴 接人不接躲 接了 闭嘴 我就不信了 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我今天要不给你们个晴天霹雳 你们还不知道我麻长顺 是个文化人 闭嘴 闭嘴 就这样麻长顺一气之下去县政府告状 又在信访办耍起了无赖 这时蒲全生及时赶来 好言相劝的让他回去 他让蒲全生给自己建当利卡 他就回去 蒲全生让他把低保护取消 就给他建当利卡 可麻长顺两个都要 蒲全生剑说不动对方 就要拉着麻长顺离开 哪知道麻长顺又耍起了无赖 县政府大院干部就敢打人 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 救命谁 麻长顺 在县委县政府公开殴打干部 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县狗犯人 你胡说八道 我都录下来了 你要不要自己看看 麻长顺离马刃的所 答应他们回去 而麻长顺这么一望 陈县长也得知了此事 沙欧和蒲全生来向陈不胜复命 陈不胜提出龙东花违反计划生育 不应该给他们建档利卡 让蒲全生给他一个解释 上节的政策我查过了 没有说过违反计划生育 就不纳入建档利卡 这计划生育政策 永远都是一票否许 那自然不能不纳 你说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还明知故犯 任何的政策 都是要为扶贫服务 建档利卡部的审查程序 廖贵相当一下都是通过了 那不能因为说 他们违反了计划生育 我们就一票否许 那是不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呢 你研究生就不得了了 选调生就要飞啊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质疑政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任何的政策 都要放到实践里去检验 如果在实践当中 检验出了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实事求是的 去完善去调整呢 我告诉你扶全生 我们是政策的执行者 不能跟政策对着干 如果你不能够执行政策 你改变不了自己 那好 我改你 扶全生还想再说些什么 杀奥剑大事不妙 只好将扶全生强行拉走 随后杀奥给扶全生 买了一件上衣让他换上 还规劝扶全生 让他去给陈不胜道歉 但扶全生认为自己没错 最后在杀奥的劝说下 扶全生同意去给陈不胜道歉 但是陈不胜对他视而不见 还让办公室主任 递给他一份更改资料 让他把龙东花的 建档利卡户改过来再说 杀奥苦苦规劝扶全生 可他始终不肯让步 你看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 不能让一个贫困人口掉队 廖将改他们一家五口 现在已经掉队了 如果在脱贫攻坚的路上 我们不拉他一把 他们就真真实实地掉了队 我认为我没有理解错这句话 你让我怎么改 扶全生和杀奥直到天黑 才赶了回来 俩人推开门时却吓了一跳 他看到村民们都聚集在村委会 扶全生有些懵 扶书记 听说你在县里面受委屈了 他们还要撤你的职 我跟花花已经商量好了 要真撤了你的职 那我们家的建档利卡 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也跟麻米虎一样 进县里面去上访去 给你喊冤呢 扶全生听了很是欣慰 他劝村民一定不能再去上访 不能再给组织上添麻烦 一旁的麻长顺 这时也扭扭捏捏地走不出来 并给扶全生到了钱 董主席 对不起 不应该去上访 我无非就是想 多弄几个酒钱 你放心 明天我还继续上访 我就跟他们说 那天我喝酒了 我说的都是酒话 不能当真来 你要是再去上访 那就真的是在害我 要我去嘞 不然的话 电喇叭 他们几个中间妇女 会打死我的 他们说 还要给我洗走 还要洗第五的灵魂 受不了嘞 随后 施咬金招呼大伙 让俩人吃饭 蒲全生和沙鹅也是一脸 我们玩米西的规矩 家里人在外面累了一天 回来总要有口热饭吃 家里人 你们就是我们的家里人 对 家里人 家里人 这时的蒲全生 已经湿了眼眶 施咬金招呼喜妹 把大鼓推上来 开心了 村民们每家带来一道拿手菜 这是玩米西的最高礼 以欢迎远到归来家人的长桌宴 招待蒲全生 蒲全生看着满满一桌子菜 早已感动不已 他拿起筷子每道菜都尝一口 蒲全生再也忍不住 眼泪还是从脸颊滑落 由于沙鹅把视频发到网上 视频在网上迅速发酵 让沙鹅的公众号爆火 这也让他找到了新的扶贫方向 第二天沙鹅就找来喜妹 他想把喜妹打造成网红 然后在公众号推销完米西的土特产 好带动村里的经济 哪知道视钥金却理解错了沙鹅的意思 他把喜妹打扮成了巴比娃娃 却遭到沙鹅的训斥 你穿成这样你要跟人家比什么 你敢削骨比椎子脸吗 你敢往胸里塞硅胶吗 你敢把大腿露到这儿 穿超短裤吗 你敢吗 我不敢 那我们比什么 我们要比的是IP 什么片 原来沙鹅是想让喜妹带动当地产品 而实现盈利 那我们第一期做什么 香西腊肉 说干就干 沙鹅让喜妹换上民族服装 喜妹背着几十斤的猪肉 沙鹅则为她拍摄视频 喜妹很吃力的一步步在山路上走 村民们都来看热闹 背个猪肉 还能赚钱吗 人家哟 这是网红经济 沙干部干嘛不瞅我 我力气大哑 我能背一整头猪泪 哇 那喜妹背猪肉 人家心疼的是喜妹 你背猪 人家心疼的就是猪肉 喜妹很快就适应了拍摄的节奏 并在镜头下展示制作腊肉的流程 顺利完成了第一次拍摄 视频拍完后 向有亮对沙鹅的做法提出质疑 来干吧 你们费这么大劲拍这个 你确定 你看完了之后就会买吗 有亮说 我说有人买 您不信 我说没人买 您肯定又担心 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说 我们看流量 看粉丝 看销量 因为这件事情 蒲全生和沙鹅产生了分歧 蒲全生认为在公众号上卖腊肉 并不能使村民们真正的脱皮 就算喜妹火了 这不代表其他村民也能跟着富起来 他们应该把精力放在产业上 我不这么看 我现在好不容易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你这是在泼冷水 商榷啊 我都跟你说了是商榷 你这调门一下又上来了 算了 接下来 我接着抓我的产业扶贫 你呢 继续做你的公众号 但是我求你了啊 别给我弄太大动静 哎 蒲全生 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站住 我跟你说 我们不是思维不合 也不是班子不合 也不是性格不合 是性别不合 几天的时间里 沙鹅继续带着喜妹拍摄视频 并展示了制作腊肉的所有流程 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 终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沙鹅成功在网上卖空了腊肉 科研赶忙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喜妹熏制的80斤腊肉 昨天晚上全部卖完了 嘿嘿嘿 小时候干嘛 不好乱说不好乱说 喜妹昨天一天都在家 没去几乘卖腊肉 我在网上帮他卖的 60块钱一斤 这一消息也是把大家乐开了话 施耀金提议让全村集体养猪卖腊肉 却遭到了蒲全生的反对 说各家养个一两头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如果全村一窝蜂养猪 那肯定是不行的 万一遇到猪温或者猪肉价格下降 那不就赔死了 这个公众号今天可以卖腊肉 明天我们就可以卖别的 我们可卖的种类非常的多 那那样我们的产业就丰富了 因为沙鹅的公众号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还为全村提高了经济 这让蒲全生对之前的看法有些改变 还让大家极力支持这份工作 就在这时 蒲全生突然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得知田老八因为赌博又被抓了 蒲全生来到田老八家 却看到正在暗自神伤的妖姑 他来找妖姑要钱给田老八交罚款 妖姑拿出家里所有积蓄交给蒲全生 因为田老八败光了家里所有钱 所以他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 如果不够他只能卖房子了 这样这钱我拿了 现在呢我借给你 这一块钱呢是你给我的利息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就这样蒲全生去派出所交了罚款 把田老八从拘留所里赎了出来 秦县文得知此事后 他怕妖姑第二天没有钱买黄豆 当天夜里给妖姑送来一袋子的黄豆 悄悄放到门口就走了 妖姑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情况 他四处查看却没发现人 随后他就把黄豆拿进屋子 却被田老八撞见 田老八问他是什么 只见妖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这让田老八更加好奇 于是他打开袋子发现是黄豆 他猜到是秦县文送来的 他一口咬定俩人早就好上了 老子只是被拘留 还没被枪毙呢 你这么着急跟你老乡好拖鞋啊 他人呢 他人呢 老八你别胡说八道 你敢说你不是他送的 要不要我挑着满车问问谁送的啊 行我看你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戒吧 田老八不容分说 拎起棍子就要打妖姑 还好沙欧及时赶到 他阻止了正要打人的田老八 你打一个声声 你打人 你打人 打人 让他不 这里里面有误会 也不全怪老八 他要打你你还护着他 没什么办法 但田老八不依不饶 拎着棍子追打妖姑 就在这时蒲全生文讯赶来 他立马制止了田老八 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 蒲全生谎称这袋黄豆是妖姑托他买的 可田老八根本不信 随后蒲全生把那一块钱拿出来交给田老八 说是买黄豆剩下的一块钱 他让他闻一下钱上是不是有豆腐的味道 田老八闻了闻钱上果真有豆腐的味道 他这才肯罢休 出来后的沙欧却不满蒲全生的做法 埋怨他不该纵容田老八家报 蒲全生没有和他距离力争 而是把他带到小桥边 戏讲述了秦县文和妖姑的爱情故事 原来妖姑去镇上卖豆腐 天天都要经过这个桥 因为妖姑有眩晕症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秦县文都会来这修桥 秦县文和妖姑是青梅竹马 后来田老八的父母给了妖姑家两头牛 然后妖姑就嫁给了田老八 可是没想到秦县文却是一个情种 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顽米西扎了根 准备死等妖姑 之前有很多机会让他去县里工作 但都被他拒绝了 沙欧想让妖姑和田老八离婚 成全他和秦县文在一起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通往外面的桥 单方面修桥 只能是瞧他情散 再等等吧 看看他们怎么修好心里这座桥 谁来修啊 秦县文和阿公 第二天一早秦县文就来找惹阿公 他愿意拿出所有的积蓄给田老八 让妖姑和田老八离婚 因为他不能再看着妖姑被打了 憋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憋住 我不能看着田老八再怎么打妖姑 所以你出头了 我承认 我喜欢妖姑 本来我只想当个好老师 把其他事都忍了 但是如果田老八再这么继续打妖姑 我怕有一天我忍不了 惹阿公让他中午来田老八家 答应会给他一个交代 随后惹阿公拿着韭菜来到田老八家 还把草镖挂在了门上 阿公给田老八倒了酒 准备和他谈判 另一边秦县文来镇上找妖姑 把他找惹阿公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跟阿公挑明了 让他出面解除你和老八的婚姻 你疯了 他答应了 他已经拿着草镖去你们家了 你马上就要自由了 咱也不知道妖姑是怎么想的 二话没说就跑回村里 秦县文也紧随气后跟着回来 此时的田老八还在大口吃肉 他还浑然不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妖姑一口气跑回了家 田老八看到妖姑回来有些意外 接着惹阿公又把外面的秦县文叫了进来 田老八看到秦县文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怎么又跟我老婆再写你 是我让他来的 坐下 老八 酒喝好了 肉吃美了 美了 那阿公疼你 也就做完了 下面咱们说另外一件事 他又问田老八昨天是不是又去赌了 回来之后又打了妖姑 田老八没有否认 惹阿公怒斥田老八如果老婆不想要了 草镖他已经挂到了门上 愿者可取田老八立马给阿公跪下认错 他让阿公怎么处置他都行 但是老婆绝对不让 丢人的事做 不是空口白牙一说就没事的 今天我要用家法 只见田老八拿出条凳 他心甘情愿地脱掉上衣趴在条凳上 妖姑见状赶忙上去替老八求情 还被一旁的田老八训斥了一番 只见惹阿公缓缓走上前 准备对田老八执行家法 毒 原流害己 黄羹飞燕 父母不子 亲临不止 我让你有手不跟天 我让你回家打老婆 我让你 妖姑赶忙下贵为老八求情 但是惹阿公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 这是一旁的秦宪文也求阿公停手 惹阿公这才停手 姐姐啊 阿公做事 一碗水必须 如果你对今天的处理不满意 盘上的草标 你可以摘了 你想干什么 我不拦着 只见秦宪文给阿公鞠了宫 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但他并没有取下门上的草标 另一边沙欧继续带喜妹开视频卖了 一百斤的包股烧酒很快销售一空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粉丝也突破了三十万 而沙欧也想趁此机会回一趟电视台 想让台里扶持一下喜妹公众号 要扶持喜妹啊 嗯 那我老婆以后不成了村里的富婆了 什么富婆啊 我告诉你 施耀金 从现在开始 喜妹这个名字 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 它是属于全村的 沙欧一回到电视台 就给各位领导播放了喜妹公众号的视频 隆重介绍了顽米西村 请求领导大力扶持 殊不知 沙欧却等来了另一个消息 你顶替去扶贫的老孙 现在并好了 积极要求重返扶贫一线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 我就刚干税 就让我回来啊 原来沙欧顶替扶贫的老孙已经定语 积极要求重返扶贫一线 可总让沙欧和老孙尽快办交接 然后让沙欧准备容媒体中心副主任的竞选 沙欧匆匆赶回完米西村 想在明天上午就完成这次的全部拍摄 因为他想尽快赶回去竞选龙媒体副主任 明天下午我要回省城 回省城 台里有事啊 不过这一次你要快点回来啊 我同意成立完米西文旅公司 正准备跟你商量呢 让你来挂帅当总经理 我不回来了 蒲全生得知沙欧要离开完米西 这让他十分生气 那你别来搅和呀 你办什么公众号啊 眼看着完米西扶贫这锅水就要烧开了 马上要下面条了 你突然撤火了 我们在干什么呀 做面糊还是面汤啊 蒲全生不由分说地对着沙欧就发起火 沙欧也是一肚子的委屈 当初我不想来非逼着我来 现在我刚适应这儿的生活 刚把喜美捧出来 又逼着我回去 我吃盘菜嘛 巴拉来巴拉去的都随人家 沙欧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蒲全生这才意识到刚刚自己语气太重 随后给沙欧到了浅 他问沙欧在离开前有什么心愿 沙欧想拍一张完米西村的全景照片留作纪念 蒲全生立刻打电话给喜美 让他通知村民们晚上七点每家每步开灯一刻钟 就这样喜美挨家挨户通知 等他找到麻长顺时 正在躺在椅子上发懒惊 喜美通知让他晚上开灯一刻钟 麻长顺却说家里灯泡坏了 喜美无奈只好给他五元钱换灯泡 随后麻长顺又借口没有表不知道时间 他又想让喜美给他买块手表 喜美见麻长顺爽无赖 直接从兜里掏出之前的那五元钱 也不用他开灯了 天也逐渐的黑了下来 喜美发现学校的灯还没有亮 急忙来找秦县文了解情况 他这才知道村里停电了 估计明天才能来电 说今天估计修不好 要不然你跟莎莎姆说说明天吧 不行 莎盖姆明天就要回省城了 必须要今天 明天就回省城了 哦 胡全生陪莎欧在山坡上等 眼看就要到七点了 晚米西村还是漆黑一片 莎欧也是倍感失落 时间快到了 村里没有一户人家亮灯 看来我来晚米西这段时间 人员很差嘛 别瞎说话 这不还没到时间吗 这时蒲全生接到了喜美的电话 他们这才得知村里停电了 莎欧觉得造化弄人 莎盖姆 你先别急 我们还在想办法呢 喜妹 不用了 替我谢谢大家 别 这不时间还没到吗 你一定要等到七点 随后喜妹号召村民们点起火把 然后让村民举起火把 在山间小路奔跑 村民们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点起篝火 像有亮把堆成山一样的木柴点燃 秦县文也在操场上点起了两大堆篝火 就连麻长顺也拿出打火机 然后高高举过头顶 晚米西村瞬间被点亮 中得亮了 是篝火 每家每户都点了 这是为我点了吗 莎欧感动地说不出话来 她举起相机拍下这温暖和难忘的颖 她大声感谢乡亲们的成全 谢谢乡亲们 谢谢你们的篝火 很亮 很温暖 我很幸福 在这个大家庭里 曾经有我 到了深夜 沙欧独自一个人坐在汽车机盖上 她想最后看一眼完米西的业绩 蒲全生倒上一杯酒为她送行 俩人坐在机盖上推背幻展 都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第二天一早 蒲全生开车把沙欧送到国道路口 两个人一一告别 我天一早 也许以后很难有机会在家 别说得那么伤感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以来 帮了我这么多的忙 你这以后回了台里当了大官 还请你对外面西多多关照 上车吧 再见 再见 随着沙欧的离开 哪知道向灯高又打起了喜媚公众号的注意 还请来了多媒体的丁总监向喜媚合作 为了表达诚意 我呢可以代表我们公司 提前向喜媚预付五万块钱定金 网红公司要签约春花 还愿意拿出高额聘金签约塔 向灯高此时已经两眼放光 可喜媚却不为所动 当场就拒绝了丁总的合作提议 不是你哥 你打我脸是吧 宁肯听沙欧的也不听你哥的是吗 我听你的 我能现在还没成婚吗 跟我翻旧账是吧 我告诉你啊 都不能跟钱过不去 向灯高哪里会错过这眼前的机会 他直接替喜媚收下这笔钱 向丁总保证一定会说服喜媚 向灯高你要干什么 我要让你成为丸米希的首富 随后施耀金急忙跑来找铺全生 向灯高刚才来找我 说要给我五万块钱 只要我说服喜媚 跟那个红人公司签合同 这钱就归我 而且不要彩礼了 立刻就能跟喜媚要婚 你不会说了吧 我不敢呢 我可告诉你 这回五万块钱的诱惑我扛住了 要是下回他们给更多 那可不好说 蒲全生担心夜长梦多 马上打电话通知沙欧 提起有网红公司要签约喜媚的事情 蒲全生觉得大家只是一时立场坚定 因为对方开出了高价 人不可能跟前过不去 时间久了很有可能会动摇念头 所以让沙欧尽快劝说电视台与喜媚签约 否则沙欧之前的努力都会付出东流 挂断电话后 沙欧第一时间就来找何总谈判 经过台里的研究决定 认为喜媚是个好苗子 所以电视台同意与喜媚签约 是跟喜媚个人签 还是跟完米西文旅公司签 当然是个人 那喜媚不就成台里的资源了 我们打造它 培养它 那当然就是台里的资源了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扶贫项目来做的 我以为台里能支持我 现在台里只跟个人签 村集体得不到好处 村民会认为我们扶贫 是在帮个人发财 那以后谁还有脱贫的积极性啊 就你扶贫 台里不扶贫吗 台里作为扶贫后盾单位 在扶贫资金上从不理系 但经营就是经营 跟个人签肯定不行 台里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你是来跟我谈判的吗 谈满满 我说的是事实 什么是事实 你告诉我什么是事实 就这样沙欧还被狠狠训斥了一顿 沙欧只好打电话如实告诉胡全生 胡全生也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他相信沙欧在这件事情上 肯定全力以赴地争取过 要怪就只能怪完米西村太穷了 但脱贫工作还要进行 这天蒲全生根据赵磊留下来的图纸 找到一块足足有五百六十亩的尾矿地 他觉得把这个地方租下来变成耕地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土地很重要 如果没有土地 我们说什么都是白搭 我的建议啊 就是干 干是要干 关键是干什么 种植养植 还是搞扶贫车间 我没想好呢 你没想好就干 这不是赌博吗 不是赌 是博 博斗的博 脱贫空间啊 不能总是等到时机成熟 条件具备了再干 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主动博一博 土地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在我看来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个地长出来 至于这个地今后 我们怎么利用 我们可以群策群力 建言献策嘛 我建了个群啊 这个群的名字就叫做 种太阳 种太阳 对 种太阳 随后他召开了诸葛亮会 不但找来村委会的成员 还特意请来村里的种植能手 让大家畅所欲言 廖桂香提一种药材 石药金想种水果 大家也都纷纷发表了建议 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 石排山得知此事后 他带蒲全生来到那片尾矿地 发现地上却长出两棵桑树 在没有人打理的情况下 还生长得非常好 石排山是种树能手 在他的种树经验得知 桑树不但不挑地还好养活 而且桑树非常喜欢水 正好玩米西又是潮湿多余地带 非常适合桑树的生长 胡全生也明白了排山树的意思 他是想种桑养残 对啊 你看啊 一亩桑田可以养残三到四长 一张残种可以产残碱六十斤 一斤残碱 现在的市场收购价 应该在二十二元左右 如果这五百六十木啊 都种上桑树的话 你想想 那是多大一笔收入啊 蒲全生觉得可行 他掏出手机算了一下 如果这片地种桑养残 以后每年全村每家 都能多出四千多块钱 随后蒲全生录制了一段视频 发到了工作群 他觉得石排山的建议非常好 先种树 然后再做残丝加工 这样丸米西就有了一条龙产业 除了可以给村里带来稳定的收入 还能解决村里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前期最少要投入二百万左右 同时呢 在一年之内还看不到成果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风险 但是我们必须要挖到第一桶金 也必须给丸米西留下这一份不动产 即使这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们就一句话 就是干 想当初沙欧把喜魅从不认知晓的山村姑娘 变成了商家争抢的网络红人 她就是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沙欧一直说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做梦 今天我们要干的 就是在丸米西的这片土地上 种下希望的太阳 向阳而生 我们要像沙欧一样 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沙欧看完视频心里白胆交集 就在选举容媒体副主任的竞选上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尊敬的各位评委 非常抱歉 临上台前我决定 退出容媒体中心副主任的竞选 眼前的这个女人为了带着村民致富 居然放弃了容媒体副主任的竞选 随后她放出那张玩米西村的夜景照片 这张照片也许不是我职业生涯中 拍的最好的一张 但却是让我最感动的一张 贫困山村的乡亲们 为了我能拍好这张照片 在停电的夜晚 家家户户点亮了篝火 台里的MCN是要推顶级流量 网红挣钱的 这没错 但喜媚的价值 一定不是个人的带货变现 不是刺激村民 不是让脱贫联想成一夜暴富 而是要用集体的归属感 带着大家一起脱贫 喜媚都能吃亏 她都愿意把个人牵给村集体 我作为一个基层扶贫干部 为什么就不能吃点亏呢 所以我想做一个带着乡亲们 往光亮处走的人 我有个请求 我想继续留在玩米西 完成三年的扶贫任期 我不想半途而废 由于喜媚现在的粉丝越来越多 名气也越来越大 石排山却要儿子石咬金放弃喜媚 她认为两人现在差距太大 自己的儿子根本配不上喜媚 我觉得喜媚不是适丽的人 适丽不是你就一个标准 就是比较 在村里边 你年轻 有本事 肯吃苦 你是拔尖的 可除了金牛山呢 跟县里跟势里比 你就是穷小子一个 可是我爱喜媚 喜媚也爱我呀 行了行了 你别说你那个爱了 那爱能当饭吃 现在村里人都怎么看的呢 你那个爱 连五万块钱都没有赢 你更别说喜媚以后 能赚个五十万一百万的了 什么叫势力啊 势力就是得失后 一定要得利的 可是我跟喜媚都领了结婚证了呀 那离婚证的公本费才九块钱 爸你干嘛呀 我打一辈子光棍你就开心了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要把我们拆散呢 不是我要拆散你们 这是早晚的事 因此父子俩还大吵了一架 像灯高还在苦口婆心劝说喜媚 喜媚纠缠不过 最后答应和丁总签约 条件是施耀金要风风光光把她娶回家 但是公司有规定 能不结婚 尽量不结婚 否则会影响自身人气 喜媚态度坚决 丁总只好做出让步 表示可以为喜媚破例一次 建议喜媚可以隐婚不对外公布 喜媚依然不肯让步 她宣布自己不但要结婚 还要对外大张旗鼓宣布自己结婚 丁总权衡再三才勉强答应 行 我同意你举办婚礼 我不同意 施耀金突然前来阻止喜媚 她也意识到俩人现在差距太大 现在的自己配不上喜媚 还拿来不好的喜服要和喜媚退婚 喜媚看着手中的喜服很伤心 她一针一线缝制的这件喜服 整整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却变得一文不值 喜媚赌气把喜服撕得粉碎 然后头也不回地哭着跑回房间 施耀金站在原地心如刀脚 胡全生得知施耀金和喜媚 闹了变秒前来劝假 她看到撕得粉碎的大红喜服心里唏嘘不已 胡全生责怪相有量 小两口吵架自己作为长辈也不管 而就在这事门口突然传来鞭炮声 十年深山夫人会 一举网红天下之 恭喜有料兄啊 怎么还不摆桌子上菜嘞 这么好的日子得挤大碗了 你就别来捣乱了 赶紧走赶紧走 马长顺以为喜媚签约了网红公司 向有亮家会摆桌庆祝 结果发现是一场闹剧 现在都整瓶子了 有事找我 没事 没事最好 那个脑都在的 你们忙死 不打扰了 赶紧走赶紧走 向灯刀给他一瓶酒 这才把他打发走了 丁总嘛 红人公司总经理 丁兄 互相伤害你也看得下去啊 钱要挣 但是我们要挣良心钱 随后蒲全生劝丁总趁早死刑 因为喜媚属于这座大山 一旦离开就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和魅力 那样的话喜媚的价值就会被毁掉 这点丁总也不否认 蒲全生又去劝识咬金 叫他不要冲动 更不要含了向喜媚的心 蒲全生让他们俩尽快结婚 支持喜媚自由选择和谁签约 随后蒲全生接到沙奥的电话 原来台里经过研究决定 同意和晚米西村签约 信息流广告收入归台里 带货收入归村里 如果红人公司愿意接受喜媚三年内 不带非本村之外的活 不接非本村的商业广告 台里也可以考虑和他们合作 为什么是三年 三年之后是国家规定的最后脱贫期限 到那个时候 也该让喜媚他们两口子挣点钱了 那这么做 你们台里吃了不少亏啊 何总说了 在脱贫问题上是亏事 再见 挂断电话杀欧欣喜若狂 深深向何总鞠躬示意 胡全生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那就是脱裤的放屁多次一举 我再说一遍 喜媚的公众号就是喜媚的 往大来说 这就是我们家的 怎么运营 经纪人律师团队会通盘考虑的 就不劳村里面费心了 请这么个外人什么意思 晓东哥 谁是外人吗 我丈夫和我公共谁是外人 别动不动经纪人的 我跟你签名了吗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 学会胳膊手往外拐了是吧 诶 德哥 丁总觉得条件太苛刻 大部分的钱都给了村里 而且喜媚三年之内 只能推销村里的产品 不能接拍外面的广告 他们却没有利润可拿 我们要包装的是喜媚个人 现在给我们提了这么多附加条件 我们现在是只投资没利润 换句话说 如果过了三年 喜媚的这个品牌 它不值钱了 那我们再算什么 捉拦打水一场空啊 丁总 你账算得这么清楚 你要是不愿意 丁总也不想赔本赚腰 不同意这样苛刻的条件 就这样沙欧再次回到顽米西村 蒲全生知道他为了村民 甘愿放弃一个容生容媒体副主任的机会 蒲全生特意来路口接他 两个人一起发誓竭尽全力 要让顽米西村彻底变样 几天后 蒲全生带领石咬金顺利拿到尾矿地的合同 众人都开心的鼓掌欢呼 蒲全生决定甩开袖子大干一场 向有亮得知蒲全生拿下了那片尾矿地 第一时间就来找向登高 你是不是装没看见你老子 当初我跟蒲全生吵架的时候 你不也装没看见我吗 凡事留三分余地 免得无路可退就不退 怎么着怎么着 这个道理我怎么就跟你讲不通呢 就是因为穷 我给人家赔了一辈子小薪滴了一辈子口 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让你今后能过上抬头的日子吗 我们穷人要向抬头 靠什么 靠机会 机会 机会在哪呢 那个土方工程给谁不给谁 这不是金 你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不放你说话 我干嘛 喜妹挣的钱 那是实际 你挣的钱 这是咱们想起来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就说我现在怎么办呢 这事我处理 拿好你的嘴 随后蒲全生找村委会成员 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首要任务是在尾矿地上填土 有亮说 登高是干这个人 麻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向有亮提交了向登高的报价 但是向登高要代资进场 随后向有亮赶忙来找儿子商量 但向登高只想挣快钱 当下就拒绝了 我不干 你能不能把眼光放远点啊 别老盯着眼前这点钱啊 我不盯着钱 我盯着什么呀 看资源 看名声 富人跟穷人挣钱方式的最大差别 就在这儿 郭建生和沙欧未经不欠 国家扶贫的决心更大 钱是肯定会有 就是玩点找你收拾 玩 你挣来的是舍小家 为大家的好名声 好资源 先有名 后有利 顺序不能反 最后蒲全生和向登高签订了代资进场的合同 向登高带领工程队和挖掘设备来到那块尾矿地 蒲全生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 开工仪式即将举行 可就在这时 金山矿矿长突然赶来制止 停停停 帮你们的 这里我放放了 停了 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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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停了 郭总 怎么了 咱这合同啊 恐怕履行不了了 为什么 有人举报我 说我有污染 先环保局啊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 要求我关停 你说我这都关停了 怎么履行合同 你不是跟我说环保已经达标了吗 我现在拉这么大的阵仗 我怎么可能说停就停 你这不开玩笑吗 是达标的啊 这资料我都给你看了啊 那可是一份不少 你不会作假吧 什么 我要作假 你抓我坐牢去 行了 对不住了啊 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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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开工啊 蒲全生正要对伪矿地 开凿放炮的时候 金山矿矿长突然赶来制止 口口声声称 金山矿环保不达标被破关停 蒲全生直接来找环保局高局长 但高局长知道 蒲全生前来的目的 所以对他避而不见 随后蒲全生就到他家门口蹲守 终于堵住下班回家的高局长 蒲全生知道 金山矿符合环保要求 高局长坚决不同意金山矿开工 蒲全生 你能不能过了全生环保大检查再说 非要现在怼着我 我跟你说啊 不达标 就是一票否决 出了事 摘的可是我的物上帽 因为一票否决就一刀切啊 你这是官僚主义 你 我是不是官僚主义 不是你一个村书记说了算 我警告你啊 这是我家门口 你赶紧离开 再不离开 我就报警 告你骚扰 你村书你还这样 次日高局长就把蒲全生告到了县长那里 环保这一块本就是陈不胜主抓的工作 得知蒲全生的所作所为 陈不胜非常生气 次日一早 陈不胜就带工作组来到稳矿地 蒲全生堵领导家门口自知理亏 他主动向陈不胜认错 却被陈不胜狠狠教训了一顿 县里的环保工作由我付的 这件事情 高局长没有问题 在没有经过大检查之前 你的这个工地 必须得停工 两个地方呢 向灯高得知县长亲自发话要停工 便要求蒲全生立刻给他结账走人 我不干了 结账吧 回到最后钱没正到 再抓一违法的典型 随后向有亮把向灯高拉到一旁 让向灯高再顶几天 如果事情有转机 他们父子俩就是村里的工程 蒲全生跟陈不胜 谁管他 你当然是陈县长 所以咱们得听陈县长 但是 你一般人的机会 可不在陈县长手里 你个命运是掌握在 这个蒲全生手 咱们得心都可以 赌的拿什么赌啊 爸你知道吗 这人和挖掘一天多少钱 你知道吗 随后向有亮拿出所有家底八千块钱 让他能顶几天是几天 这时他突然接到王老板的电话 让他把工人和挖掘设备全部带回去 否则自己就滚蛋 让王老板说了 天黑之前 人和设备都得带回去 这回事人家不烫 所以钱呢 你说王老板 向灯高不顾父亲的反对 强行带着人和设备撤走了 田老八借此机会在村里下注 一陪十堵村里重丧养残的项目办不成 喜妹看不惯田老八的行为 谴责他落井下石 干什么呢你啊 现在自己的事情干不好 人家来帮我们 你还在这里说风两话 你觉得有意思吗 喜妹啊 你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 哎 有本事你让那陈县长别生气啊 是不是 要我说这个田老八被打了还是亲 喜妹只好气冲冲地离开了 沙欧劝蒲全生放弃基地这个项目 可蒲全生不甘心 但又不想再去麻烦江四伟 全县三百一十九个村 如果村村遇到一点事情就去找他 那他什么事情都别干了 你不一样 你是江书记亲自点的价 沙场点价 公满微香 我这办公未见的 没脸 第二天 蒲全生召集全体村民开会 从今天开始 手挖肩扛 我干 这是顽米西村脱贫历史上的重要大会 由于快要到了重丧养残的季节 可环保大检查 达标的尾矿地被迫停工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尾矿地上 于是蒲全生建议大家采用人工覆盖的方式 手挖肩扛田土二十万方 村民们都觉得他疯了 吴书记啊 你这是要鱼公移山啊 对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鱼公移山 鱼公一家人 都能够立志挖掉太行王窝二山 子子孙孙无穷敬意 如果说鱼公移山的故事离我们现在太远 那红旗渠的故事离我们现在很近 五十年前 河南临县的农民靠自己的双手 挖出了地上天河 不就是二十万方土吗 他们有一双手 我们也有 他们不怕流血 不怕流汗 不惧牺牲 我们金牛山的汉子 也吃得苦罢了蛮 不怕死 工具我已经准备好了 从今天开始 手挖肩扛 我干 说完蒲全生就带着工具去挖土 看到村民还是无动于衷 石排山站了出来 我们就这样看着人家帮我们挖土 我们就先里的那一分钱不透的 坐在家里边等着分红 政府不希望我们再穷下去了呀 那我们还不努力呀 救济款就那么好拿 救济粮就那么好吃吗 我说两句 已经是贫困村了 再坏 还能坏到哪儿去 再累 能累死你 咱山里人 知恩图报 白拿图分 干点活 不应该吧 我干 共产党员 给我走 走 走 两人的一番话下来 大家也都纷纷动身 准备跟着蒲全生大干一场 村民们群情激愤 一起投入了艰巨的填土工程 蒲全生和沙鸥以身作则 他们任劳任怨 村民们不怕苦不怕累 一锄头一锄头的挖土 一被搂一被搂的背土 远远看去 长长的背土队伍非常壮观 沙鸥用手机现场直播了这一盛况 可到了晚上 沙鸥对蒲全生的做法打到质疑 他觉得鱼工一山根本不是办法 村民们也都是一时兴起 你不是在说我蠢吗 560亩地 二者安方土 光靠人力肯定是不行的 可你知道扶贫最关键的是什么 不是产业也不是钱 而是人的精神 我们今天呢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也许明天 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可是如果我们连解决困难的狠心 和决心都没有 那我们还能干什么 原来蒲全生是想唤醒村民们脱贫的决心 而晚米西人缺的就是这个 第二天金山矿矿长突然来到村委会 提出要继续履行合同 支持蒲全生开工 蒲全生也是一脸懵 随后高矿长拿出报纸上有沙鸥署名的文章 文章揭露了环保局不作为 为了搞环保而易刀切的事情 蒲全生看了以后 他埋怨沙鸥这样会连累了江四伟 沙鸥连连解释内容不是自己写的 他只是提供了题材 记者就给他挂了通讯员的名称 这件事情得到省里的高度重视 市委书记找到江四伟 斥责他们不能为了搞环保 就把有合格政的一些企业关停 习记啊 不能搞一道歉啊 让省里头批评我们了 这是我工作中的重大事务 我会向你向省委 做出书面见证 你是得接受这个经验教训啊 至于上去怎么处理 你得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啊 我已经想好了 我申请辞去用程的职务 这个职啊 你还真辞不了啊 这就是我亲你来的第二件事情 最近省里政策落实 中央新出台的政策 中央明确规定 凡事不能脱贫 不能摘帽的 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既不能调离 更不能挑战 懂真格的了 是啊 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啊 决战决胜 那好 那我就安安心心 踏踏实实的 站好最后一完港 陈县长得知江四伟 被领导斥责了一顿 他很内疚 江四伟却不以为然 还要和陈县长 亲自去伪矿地视察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伪矿地的事情刚有着落 吴全生又收到一封律师函 由于资金的问题 之前谈好的飞天丝绸厂 要终止合同 不再为重丧养残的项目扣资 各位村民请注意 我是吴全生 我这里呢 收到了一个律师函 是之前呀 跟我们有过合作意向的 丝绸厂发过来的 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呀 取消了跟我们的合作 我们的投资商跑了 收购残私的商家跑路毁约了 沙奥帕打消村民的积极性 劝蒲全生先瞒着乡亲们 蒲全生坚持要把这事公开 还要把基地干到底 他用大喇叭向村民如实汇报了此事 号召大家齐心协力战胜困难 村民们听到蒲全生的一番话 二话没说就拎着铁仙来到村委会 蒲全生为此感到疑惑 你们怎么来了 谁倒了 总不能爬到那儿 这辈子就不动了 总得有个人大把手 伍起来继续往前走 对啊 不能光说也不能光听 说完了听完了得干了 听了村民们的话 蒲全生生受感动 让大家分头行动挖水渠 尽快把水引到伪矿地 沙奥也想一同前去 蒲全生却给他派了另一个任务 我这里呢 有很多企业的联系方式 你却按照跟飞天四周厂的 签约条件跟他们谈 这件事情都过半程了 就是你对我和全村人最大的帮助 随后蒲全生带领村民 在伪矿地开工 江四维和陈部盛代县委 各局的一把手来伪矿地市场 各位好 来 四周厂 挖机都顶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集体学习 学习完了吗 还没有 那正好 我们这些县里的老党员 也来旁听一下 你没这个必要 要必要 这节课非常有分量 同志们 抽取家伙帮着干活啊 来 他们不由分说 拿起工具就投入挖水渠的工作中 胡先生 投资商都走了 你们这么干 还有什么意义吗 走了刚三还有李四 扶贫先扶制 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 底继在信心在 群众才有依靠 老百姓心里才会踏实 向死而生 好 现在经常放的设备 加上店里面做的设备 在一周之内 完成土地积累 还是有把握的 可这问题就在于现在 问题不就是钱吗 你看 哎 农委的 服务办的 招商局的 你看 一把手都来了 随后江四伟让县委各局的一把手 想办法找到新的投资商 陈布胜表示找新的投资商没问题 但是投资要先考察签合同 这一轮下来恐怕丧树会赶不上这一季节 而就在这时 没想到沙欧把原服务队的赵磊请来 江四伟也是一眼就认出赵磊 当初是你告了普全生一状 就是你吧 欢迎 没想到您记得这么清楚 真是惭愧 赵磊当初和普全生闹翻 辞了职自主创业 赵磊现在是商贸公司董事长 他决定接手重丧养残的项目 大家也都热烈欢迎他来投资 我在顽密西村当了三年的伏兵队长 这让我的血液跟这片土地建立了某种联系 舍不掉忘不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走的那天 普全生被我过的那条小河 他对我说的那句话 干净 也是一种尊严 你骄傲的 政治的人都有一颗干净的心 这让我释怀了很多 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总有机会我会回来 谢谢你 普全生 谢谢你 商务 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次机会 谢谢你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向我们伸出了无私的援手 不是无私 是要赚钱的 虽然你控股 但是如果你做的不专业 搞一言堂亏钱的话 那我就撤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 眼看着基地一天天建起来 向有亮忍不住埋怨儿子目光短浅 当初向登高因为伪矿地停工 不肯再再为普全生卖命施工 如今工程恢复 向登高追悔莫及 向有亮正向儿子发牢骚的时候 普全生突然上门 没想到普全生会不计前嫌 主动邀请向登高去基地干活 普全生特意请来种丧养残的专家杨教授来村里授课 沙欧在广播里通知 每家每户需要派一名代表参加 可到常者却寥寥无几 沙欧同志 我看咱们村子对学习科学知识进去不大呀 沙欧征求杨教授的意见 把课程改在了晚上 沙欧挨家挨户去通知 龙东花借口忙不想参加 沙欧明确讲明只有上课才能拿到技术培训者 才能到基地上班 每天就可以挣八十元工资 龙东花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钱 开心的合不拢嘴 答应带全家老小一起去上课 沙欧来劝田老八 他看到田老八正在换衣服 他以为对方要去上课 我有病了我上课 哎我说啥杖管 你说我从小就是种地的 这种了十几年不会了 得让那专家来教我怎么种地 你说这不是个笑话吗 话不能这么说 今天这个时代 不依靠科学技术种地的农民 才是笑话呢 我看你就是个笑话 一天出把子没扛过吧 一旦大分没挑过吧 跑这来指导我们种地 还脱贫 你说咱俩谁是笑话 哎八十块钱一天的牢物 你不要了 我从小看书脑瓜子疼 八十块钱的不够我看病的 哎谁去上那破课 谁脑子就有病 老八晚上少喝点酒 这时妖姑从镇上卖豆腐回来 沙欧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 村民却不积极 妖姑向沙欧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要是把我和一个专家 丢在荒山野里 最后谁能活 肯定是我 因为我们农民肯吃苦 但是要是把我和一个专家 丢在一个吃喝不愁的地方 那最后谁能活得更好 肯定是专家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能不能活 因为村民们太穷了 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根本没心情学习种地的知识 而且村民需要带头人才能发动起来 另一边 石咬金也在劝父亲去听课 可是 石排山对专家恨之入骨 他只想进城卖山货挣钱还债 因此父子俩还大吵了一家 你是中三样才能手 你都不去 谁能相信那个专家啊 我就是不劝你怎么念 你打我啊 别吵了 别吵了 你别推我 晚上我去 你妈你去管什么用啊 现在是需要我爸的这个头 你别说了 而沙欧回到村委会就开始闷闷不乐 石排山是村里重丧养残的能手 如果他不来尚可 村民的积极性也都不高 沙欧向蒲全生抱怨 蒲全生向他讲述了四年前的那件事 话说啊 四年前 排山叔呢 在村里面当村支书 他也想带着大家脱贫 可是脱贫呢 就必须要有项目 那些奸商呢 就抓住了大家渴望脱贫的急切心理 假冒农业专家 用所谓的新品种 骗了排山叔 这从此以后啊 村里头就多了这么一句话 防火 防盗 防专家 全村的人都得了专家恐惧症 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这些年他带着咬金在外面打工赚钱 就是为了偿还全村人的损失 直到现在都没还清 为什么咬金拿不出五万块钱的彩礼钱 这就是原因 沙欧才恍然大悟 随后喜妹来向石排山请教桑树种植的知识 石排山也是很专业的一意为喜妹解答 喜妹趁此机会劝他带头去听课 借此激励村民的积极性 排山叔 嗯 我知道 你是全村最讲信誉的人 带领大家种猕猴桃亏本了 责任 你全扛了 所以在全村人的心里 你的分量特别重 威望也特别高 你想想 如果你不去听课 那这个培训班 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所以 我想请求你 为了全村人的脱贫着想 这个头 你得带 当天夜里 石排山果真准时来听课 村民们也都一起来参加 就连马长顺也在认真地记着笔记 从那天开始 杨教授把教室搬到基地 现场教村民们种丧苗 大家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吃午饭 向有量却主动端来鱼给石排山品尝 原来向有量打起了基地负责人的主意 而石排山也是心领神会 这天蒲全生要选举基地负责人 没想到石排山却开始整事 我提议 葳白山 郭叔姐 先民后庆中 最后你拍板 蒲全生却第一个举手赞成 而就在这时 石排山突然来找蒲全生 他把蒲全生单独叫出来 他主动要求去当护灵员 让蒲全生在申请表上签字 我这刚刚提议让你来当这个基地负责人 你说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啊 这基地的事你不能不管啊 可是排山心意已决 表示不想再重蹈当年种猕猴桃的负责 蒲全生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那你尽量快一点 明天中国要交表的 麻烦你了 沙欧却觉得向有量更适合基地最佳人选 他认为向有量在村里有号召力 很适合做基地的负责人 可蒲全生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石排山不但懂技术 他更看重的是人品 还提起当年石排山带领村民种猕猴桃赔了钱 他自己承担了全部损失 一直在还钱给村民们 所以他更适合当基地的负责人 得知石排山要去当护灵员 引来儿子施咬金的不满 全村都知道石排山是养残的行家 可他却偏偏不肯当残地负责人 护灵员的工资一年只有四千元 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石排山被儿子问得心情烦躁 只好透露事情 你傻呀 你真看不出来呀 那是你老丈人想的 我全身不同意 你老丈人又找到了我 你说我能怎么样呢 我能怎么样呢 我是不忍心看着你领了结婚证以后 天天一个人睡着冷床板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你这种行为就是拿村集体的利益做交换 行啊 你硬起你有本事 你去把媳妇娶回来 娶回来 媳妃我一定会靠自己的本事娶回来的 但你这种拿村集体利益做交换的行为 就是对我的侮辱 我不同意 你滚 你不同意 你算老计你不同意啊 没有呢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老十家娶儿媳妇 乱不断你做主 那是我娶媳妇 又不是你娶媳妇 哎呦好了好了 别吵了 行吗行吗 媳妇得知父亲居然用自己的婚姻来做交易 回家找她理论 向有亮却百般便捷 媳妇很痛心 你怎么可以拿我做交易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向有亮一气之下狠狠打她叶尔光 媳妇赌气收拾行李要去施养金家 向有亮拼命阻拦 不想她这样不明不白嫁过去 担心被村里人笑谎 媳妇很伤心 向有亮口口声声称是为了这个家 媳妇觉得她变了 当初她为村里修入饮水 她为有一个这样的爸爸而骄傲了十年 现在却变得如此自私狭隘 你真的学生 他不已经变成坏人了吗 最后向有亮还是请来的送亲队伍 亲自送女儿去施家 而施养金此时也是手足无措 当时排山出来时也是一脸懵 他立即就把向有亮拉到一旁 有亮 你这是干什么 家女儿啊 这还能是干啥呀 互联的表还没签字啊 你签和不签 跟我家不家女儿没关系 前面你跟我说的不就这个意思吗 什么意思 你一把我当什么人 我怎么能拿这个做交换呢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女儿这辈子都瞧不起我 这山上山下这辈子都瞧不起我了 我神奇 哎呀 就算我求你了 在孩子面前 还以我留点面子 马长帅 在这儿呢 快快快 太匆忙了 没有准备是 你少啰嗦 啊 拍驾着 马长顺故不上换衣服 他主持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喜眉迈进石家大门的那一刻 回声感谢父亲的成全 谢谢爸爸 向有亮激动的老泪纵横 婚礼过后 石排山来村委会找蒲全生 决定不做护灵员 愿意当桑残基地的负责人 蒲全生自然求之不得 答应晚上带沙欧去喝喜酒 就在大家都沉浸在这喜悦当中 村医廖桂香为了给女儿凑学费 却意外掉下了悬崖 不知生死 原来就在这天 廖桂香收到大女儿廖靖南的电话 女儿要三百八十元钱买复习资料 可这区区几百元对于他们来说太难了 廖桂香答应想办法筹钱 龙东花不同意 家里已经捉襟见肘 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廖靖南买书 到了晚上 龙东花想让廖靖南辍学回家等着嫁人 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供他读书 廖桂香却不想亏待孩子 他觉得复习资料虽然贵 但也必须想办法拿钱给大女儿买 夫妻俩人正在谈话的时候 被一旁的两个小女儿偷偷听到 董事的二女儿想帮家里分担压力 于是想帮父母做顿饭 啊 莫子 啊 莫子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手给爸看一下 怎么回事 爸 爸就想帮你做饭 他不小心切到手了 你说你这没事 我怎么犯你这么添乱吗 好了好了 我再说他了 走 把带你上药去 爸爸没事不痛 你爸跟女儿 你痛不痛啊 爸清楚 你什么意思啊 好像是我自己亲生的孩子 我不心疼死的 妈妈 别哭了别上去了 而且不是故意的 可这个月的零花强 不要了 你搭起来吧 妈妈 等我长大了 一定给您挣钱 挣好多好多钱 随后廖桂香和龙东花商量 廖桂香打算明天一早上山彩炎耳 卖了给大女儿买副戏资料 但是那些东西都是长在悬崖峭壁上 再加上廖桂香很多年都没有下崖了 龙东花不放心 明天要陪她一起去 第二天一早 廖桂香一早就带着龙东花上山彩炎耳 廖桂香腰里绑着粗粗的缆绳 顺着陡峭的牙壁一点点向下寻找 正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廖桂香发现了峭壁上的炎耳 她利用绳子的惯例把自己悠了过去 成功踩到了炎耳 此时的廖桂香也很害怕 她不停唱着山歌来撞自己的胆 但懒绳被刀一样的牙壁一点点磨损 廖桂香却毫不知情 她继续在峭壁上寻找 而牙上的龙东花焦急万分 一直催促着廖桂香赶紧上去 只见廖桂香又是一跳而跃 她的脚一滑 还好腰上有懒绳的保护 可是懒绳也要被磨损断了 俩人还是毫不知情 在她成功采取到最后一片炎耳时 还没来得及高兴 结果缆绳突然断开 廖桂香被摔下悬崖 蒲全生和沙欧得知廖桂香跌下山崖受重伤 急忙开车赶来医院 龙东花你们在想什么呢 炎耳一千块钱一斤 人命多少钱啊 那么高的山上 你们跑上去 你们有想过后果吗 你们如果真的实在缺钱 你们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你们想办法解决 为了死板块钱 别说了 别说了 蒲全生狠狠训斥了龙东花 龙东花却神色呆滞惊惊魂未定 大女儿得知父亲出事 跪在手术室门口不肯离开 龙东花则把一枪怒火拳撒在大女儿身上 她一直不同意廖靖南继续读书 如今丈夫为了正买复习资料的钱 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廖靖南悲痛地跪在地上 任凭母亲的责骂 蒲全生苦口婆心地劝她起来 可廖靖南却无比自责 是我害死了我爸 我爸老师为了我读书 再走 血缘声睡下来 我爸说的没错 我老师为了我读书 我也没念过了 见廖靖南还是不肯站起来 蒲全生只好以自己的身世劝说她 原来蒲全生是一父子 当初自己出生的时候 母亲大出血险蟹丢掉性命 是自己的哭声鼓舞了母亲 她让廖靖南也要相信奇迹 相信父亲一定会从死神手里逃出来 蒲全生好说歹说才把她拉起来 这时手术室房门打开 一个医生走了出来 郑重骑士宣布廖贵香的情况 通知你们医生 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龙东花一听丈夫还活着 顿时喜极而泣 廖靖南也松了口气 但由于村医廖贵香没钱看病 医疗卡还被冻结无法使用 这件事情得到江思维的重视 于是他让蒲全生列席明天的医疗保障会议 第二天蒲全生准时来参加会议 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 顽米西村的蒲全生 江思维让蒲全生介绍一下村民的就医情况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可能不是各位领导喜欢听的 廖靖香的父亲也是个村医 在他接班之后 这对只有村医资格证的父子 在金牛山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忽悠着全村老百姓的头疼脑症 别的不说 就说这个考核表最简单的一条 量体温测血压 他们要上山下山跑个海拔四五百米 那是什么概念 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开那么多的会 填那么多的表呢 我们也是按照上级要求制定的统一标准 他不能搞特殊吧 任何的标准都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 否则就没有意义 不能说因为人家无法执行 就冻结人家的村医补贴吧 要看人家到底为老百姓做了多少的事情 一点点的补助 对于别人来说 微不足道 可是对于一个村医来说 那就是救命稻草 廖靖香现在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面 可是治病的钱 还不知道该从哪里来 我手里这张卡 是村医廖靖香的 这个卡里是有钱的 但账户被冻结了 而且我还听说 迟卡人被要求签署承诺书 不许挂施 村医补贴 中央补贴48块 势力补贴7块2 县力配套4块8 我们只占8% 我们有什么权利 不执行党的汇民政策 我们有什么权利 扣留国家的汇民款 如此糊里糊涂 不明不白 有为中央要求 有付群众期待 有为自身职责 我们闻心自问 这里边还有没有群众 刘局长 你心里有群众吗 随后将思维让县里财政出钱 让医学院定向培养一批村医 彻底解决贫困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蒲全生第一个站出来为他鼓掌 廖靖南回到学校写了退学申请 离开了学校不知所踪 蒲全生和沙欧赶到学校 查看了廖靖南写的退学申请单 随后俩人找遍了大街小巷 也没发现廖靖南的身影 通过几天的努力 沙欧终于在一个工厂找到了廖靖南 他不想继续读书 想出来打工分担父母的压力 但廖靖南学习成绩优异 是村里唯一有希望上大学的孩子 沙欧给他讲事实百道理 可廖靖南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是蒲全生感爱 也是苦口婆心的劝廖靖南回去上学 我考上大学了又怎么样 学费在哪 生活费在哪 我的出路又在哪 我们县里的县委书记说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县呢 要搞村医的定向委赔 考上大学和高职院校的 县里头可以补贴全额的学费 和生活费 三万块钱 你愿不愿意 你没骗我吧 你别开玩笑 撒这个谎很贵的 五十个委赔名额 加起来是一百五十万啊 靖南 这样一来 你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去干嘛 我去辞工 他说什么 辞工 廖靖南欣喜若狂 立刻跑回厂里辞工 两个月后廖靖南顺利考上了医学院 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 拿给父亲看 廖贵湘希望女儿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 报校家乡政府的辅助 廖靖南连忙答应 秦宪文把廖靖南请到学校 号召学生们向廖靖南学习 将来考上大学造福村里 龙东花和廖贵湘夫妇觉得很自豪 杨卡 我怎么想哭啊 我也想哭啊 一直觉得 生三个女儿 那是我命不好 有女儿啊 好光荣啊 麻长顺这天在家无所事事 一个年轻女子忽然登门 年轻女子名叫罗桂花 是蒲泉生托人给她介绍隔壁村的相亲对象 麻长顺得知罗桂花上门相亲 赶忙出来迎接 假装文人满嘴之乎者也大讲诗次歌赋 在女人面前卖弄文采 可罗桂花根本听不懂 麻长顺把罗桂花请进了屋里 罗桂花入座后 开门见山和麻长顺谈结婚的事情 开门见山 直书几件 盛好 盛好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咱们还八字眉一撇呢 你就跟我提这个 再说 我也没看出来你盛好啊 我虽然是二婚啊 但我的条件你是看到的 我得给自己以后买个保障不了 所以啊 这彩礼必须十二万 哎 十二万 十二万 怎么了 你嫌贵呀 咱们这是谈爱 不是谈价钱哦 十二万 一分不能少 我要有十二万 我还找个二婚的 哎 你这话怎么说的你 俩人一言不合就大吵了起来 罗桂花对他冷嘲热讽一番 念几首破诗就当知识分子 还情不自禁呢 握开你啊 冲得打尿去 哎呀呀呀呀呀 人格侮辱 行行行行行行行 这是 人身攻击啊 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啊 啊 我还是 混花狼子了 一个二婚的都这么狂 蒲全生 我跟你没完 你必须陪我五斤好酒 不 十斤好酒 命运损失啊 啊 啊 随后麻长顺向 蒲全生发难 蒲全生只好带着他来到基地 蒲全生找到石排山 想让石排山帮忙 把麻长顺安置在基地 可石排山却不同意 偷见手 就当是我求求你 给他开个后门 我之前不是给他介绍了老爸吗 失败了 还赔了酒 他现在找我麻烦了 我是想着吧 有事情可以给他干 他可以早点走出阴影 那好吧 先安逸说句话话了 那就安逸说他办 行 谢谢 好 我没话 一天八十啊 就当事情都谈妥事 这时沙欧请来了农业技术员 他想用无人机给丧苗喷药 当得知这个无人机一天要两千五十 胡全生觉得这钱让村民挣更合适 可沙欧却坚持要租无人机 一旁的麻长顺听见却不乐意 一个二婚子都要十二万彩礼 我要去投婚的 我看你就剩投婚了 头脑发婚 我头脑发婚 我头脑不发婚 你也不让我挣那八十块钱呀 我能撒农药 不就三十亩吗 我保证 我今天晚上我不睡觉 我都给他干完了 行不行啊 好是不好 想干活是吧 好 明天早上四点半 起来给我打药 回到家的麻长顺非常难过 他觉得大家都看不起自己 心里案子发誓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到了夜里 麻长顺醉醺醺醺的来到基地 他管值班人员要了仓库的钥匙 麻长顺从仓库找到了药 决定为桑树苗喷药 结果错把除草剂当成农药 九母桑苗无疑幸免 于是蒲全生和施药金怒气冲冲找到麻长顺 麻长顺 是 是呀 干什么干什么 睡会儿就还不让睡了 这是你干的吗 对呀 到了一晚上 我可不是为了表扬啊 你给他牵你刀的祸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害大家 你为什么要害死草剑 我有病啊 我害死大家 我害死草剑 你喷了一晚上 你喷的就是这个是吗 对呀 我喷了一晚上喷杀镜 我还醉过了 你为什么看你的狗眼给我看看 这是喷杀镜吗 这是喷力镜 除草剑 这时杀妖立马赶了过来 他刚咨询过杨教授 因为是夜晚喷的药 山里温差比较大 所以在温度还没上升到28度之前 一定要完成喷零 冲洗 争取太阳出来之前 把九亩地的丧苗救火 除草剑啊 是酸性的 喷水之前啊 加0.1%的生石灰 起到综合作用 让它失效 然后再松土 喷这个解毒剑 大家听清楚了吗 10点之前 我们必须干完 好 开开 走 快走快 科研立马赶到村委会 用大喇叭广播 村民们拎着家里的盆盒锅 一起加入到了 旧桑苗的工作中 秦宪文还带着学生们来帮忙 谁让你把孩子们带来了 不是我要求的 是他们自愿来的 同学们 咱们装水 来 技术员也带来 无人机前来增援 经过大家的努力 15分钟时间 就全部清洗完毕 村民们开心地欢呼雀跃 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为什么还非要让我喝雪酒啊 我不想离开这 我不想离开大家 麻长顺犯了如此大错 按照山里的规矩是要被逐出村外的 村民们一致要求麻长顺喝了酒 离开完米西 麻长顺无处可去 可怜巴巴向村民们认错 可村民们却不依不饶 这件故事 是我麻长顺的引起 我认 你们都瞧不起我 都要让我喝雪酒 让我滚蛋 我喝 妈 儿子不笑 儿子没出息 儿子要滚蛋了 我对不起你 我喝 就在这时 蒲全生及时赶来阻止 说了戒酒了吗 怎么又喝上了 来 起来 蒲全叔啊 这人出去容易 可是再回来就难了 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吗 这个嘛 问问大家了 他不赞成村民赶走麻长顺 为此蒲全生替大家出了一个主意 沙欧和柯岩带来两桶密封 他让麻长顺养风来将功折罪 我告诉你啊 这风你要养好了脱了瓶了 今天这写酒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这风你养不好 甚至把风给养死了 该喝写酒喝写酒 人该滚蛋就滚蛋 大家说行不行啊 我同意 我同意 你们别不相信我 我对天发誓 我麻长顺 从今天开始接酒 没有脱品 我不再喝一滴酒 看到麻长顺如此诚恳 于是大家决定再相信他一次 就这样麻长顺真的开始认真学习起来 这麻密虎犯这么大事 也没见他喝血酒 也没让他滚蛋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他惹的事儿赔不上钱 村集体承担70% 这里边就有我的钱 你还是集体的 那那天早上出国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老婆去了 关键是个把老婆顶在前面 难怪秦贤文瞧不起你 老爸啊 麻密虎都能养风了 你就不能养老婆 你真想顶替麻密虎的位置 成为全村的倒数第一 于是这天他拿着美酒找到麻长顺 麻长顺说自己已经戒酒了 田老八故意在他面前品尝美酒 想勾引麻长顺再次喝酒 麻长顺强忍着酒瘾 可他最终还是没有喝 为了让麻长顺再次喝酒 于是田老八又打起了蜂拥的主意 我看你这有锅 一会儿咱俩一炸 配着天锅烧 绝了 这玩意怎么打开啊 老八你住手 别动 别动 老八别动 我要让你把这蜂拥吃了 我就真的喝血酒了 我不想滚蛋 为了表达诚意 田老八又从兜里拿出一百元钱 声称自己拿钱来买 说完就要打开风筒 麻长顺见状立马推向田老八 一向胆小懦弱的麻长顺 居然对田老八动起了手 看来麻长顺真的已经改头换面 真心改过自新 不是你疯了你傻了你 我给你送酒 还让你赚钱 你想干什么 你的钱 我不赚 麻长顺只好下了诸克令 田老八见状只好收起钱准备离开 临走时还特意把酒留下 走吧 干嘛 把酒拿走 留这儿了 拿走 送你的 想喝时候喝一口 没人看见 这酒你送我了 送你的 这瓶酒 就是我的了 你 这兔子的天果烧 麻眉有个人想干什么 啊 你以为养两桶风 看两本书 觉得能脱贫了 啊 脱贫是人干部的事 你脱不了贫 他们得兜着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出什么大个的你 好心当做驴肝肺 神经病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 基地也在一天天的壮大 麻长顺也从最初的两乡风变成了四乡 廖进南上了大学 解决了村里对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胡全生和沙欧看到村里的变化 心里感慨万千 就在这时 胡全生突然接到石咬金的电话 原来田老八带村民来村委会闹事 吵着要基地分红的钱 胡全生和沙欧赶忙回去一看究竟 干什么啊 你们真把村委会当成为武厅了 田老八你真当自己人坐山雕啊 我不管你什么雕 我们是来讲道理的 我们要求分钱 有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 分钱那是理事会和董事会决定的 你田老八去过基地一天吗 有什么资格在这要钱 还带着大家在这胡闹 我怎么没资格 我是不是玩米西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严重怀疑 这笔钱被你们给撕吞了 怀疑不是诬陷 有你也不再升高 田老八你别胡闹 基地的财务报表马上丢公事了 你看了以后要觉得有问题 你可以告我们 这可是你说的 哎都听见了吧 月底又斗牛 分不了钱 斗不了牛 我一定告你们 走 走 田老八带着村民走后 胡全生对着村委会成员大发为平 坐山雕都已经占领了村委会了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呀 连这点事情都管不好 这是玩米西的耻辱 你们这是歪风邪机 这时一旁的向有量站了出来 我认为啊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稳定军心 怎么稳定军心啊 发钱 我也知道发钱 但是钱在哪里啊 他建议把后山被封的矿洞打开 偷偷挖矿给村民们分钱 稍坚决不同意 他们不做违法的事 有量说 别老想着歪门邪道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把农业产业做好 这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 这关过不过得去 我们这些本村干部并不怕 麻烦的是你们二位啊 什么意思 这个月底 群众评议大会就要开了 如果因为这个事没处理好 给你们评个不及格 你们二位可就难看了 很快基地的账目便公开在告示栏下 村民们哀声叹气 议论纷纷 看来基地是真的没有钱 但大家又都等着分红的钱过日子 这时田老八走了过来 山峰点火提议在村官投票活动中 打压普全生 村官投票活动结束后 普全生得票数倒数第一 杀欧倒数第二 他们俩心情沉重 感觉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没想到他们一心一意味村民 到头来却成了村里眼中最差的村官 胡全生也理解村民们的难处 大家都等着拿钱买米下锅 可还要等到明年才能见效应 沙欧却满腹委屈 赌气要撂挑子回省城 他放弃了容媒体副主任的职位 在玩米西村辛辛苦苦一整年的时间 结果却落个这样的结局 他委屈得大哭不止 胡全生知道沙欧说的都是气话 苦口婆心劝他 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 鼓励他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来 胡全生承诺会和他同心协力 继续努力 和总编得知沙欧在民主评议中 获得倒数第二名 他直接来找江四维了解情况 你派的倒数第二 我派的倒数第一 彼此彼此同一相连 我想先听听江书记 您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这个事啊 其实是搞大产业 和群众心急想吃肉豆腐之间的暴论 具有普遍性 这不是他们的错 胡全生扼沙欧其实干得非常好 有了您这个态度 我们后盾单位 也就放心了 随后和总编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份任命通知书 想任命沙欧为晚米西村的扶贫队队长 江四维很赞同和总编的决定 他马上下发任命 潘学斌和和总编一起来晚米西村 召开现场会 当众宣布了对沙欧的任命 要想进步 先平倒数 分就应了那句话 落后越多 进步空间就越大 不是 他们俩讲什么呢 不要开小会 我冒昧地问一下 您和县里的领导知道这次民主平易的结果吗 你是不是想问 为什么知道他们俩一个倒数第一 一个倒数第二 还要给沙欧升官 对吗 同志们 扶贫工作很难 不是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 解决问题 作为后盾帮扶单位 我们提名由沙欧同志 担任扶贫工作队的队长 这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个决心 沙欧同志必须在任期内 赢得群众的信任 必须完成 晚米西的脱贫任务 除此之外 河总编还要不负晚米西村18万的专项扶贫基金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鼓掌 你这人家人财大气粗的 这腰杆的就是硬啊 随后河总编表示扶贫基金只能用于扶贫干部外出考察 不能作为村民的分红使用 所以这扶贫基金只能专款专用 村民们得知此事大为不满 这沙欧更厉害 倒数第二 反而成了第一书记 以后想进步 就得倒数第一呗 这还不算呢 电视台呀 你送来了十八万块钱 沙欧就是不发 既然有村干部和他看着顺眼的人出去考察 考察什么呀 就是旅游了 你说 我们也是村子 跑去别的村子 有什么好看的呀 就是了 他要跑这么远的路 又要坐火车 又要坐飞机 他要住酒店 这些要花多少钱呀 这就是 我钱都要他给花 另一边的田老八要去大闹村委会 邀姑拼命阻拦 民主平意给他俩平了的倒数第一倒数第二 沙欧不但没事他升官了 哎行你升官就升官了 现在人家电视台把钱送来了 他捂着不分 还搞什么旅游 他以为钱是到自己家的呀 什么东西 老八 你不能这么说话 你拍着良心问问自己 你借着逗牛的事 你穿东大家给人家打地方 你就已经不对了 你要现在再这么闹 你可真不占理 你懂个屁呀 田老八气不打一出来 把一枪怒火拳撒在妖姑的身上 嫌弃他没孩子 妖姑羞愧难当 哭着跑回屋里 不久后 有人在布告栏写了打油诗 讽刺蒲全生和村干部不作用 还指责沙欧拿钱去旅游 谁写的 敢承认吗 站出来 这是诽谤 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莫看我 不是我写的 这蕴角 我左手都比他写的好 科研界没人承认 他想接下来 别撕 这时蒲全生感到制止了他 您看这上面写的 这影响多不好 好不好的 反正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留着吧 蒲全生经过一番打量后 已经猜到幕后之人 但他并没有揭穿 并在打油诗角落签下自己的名字 写完就转身离开 这写打油实的不堪留名 这挨骂的也倒弱了个款 利分高低 我宣布啊 举报有奖 我个人出五百块钱 不 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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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欧得知打油诗事件非常生气 他想报警来处理此事 可蒲全生不想计划矛盾 只要你不管他 所有热点的存活期 不会超过四十八小时 我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久之后 沙欧和蒲全生带领村民 去长三角的农村考察学习 村民们大开眼界 受益匪浅 蒲全生回来后也是信心满满 要把顽米西建成雍城县第一村 对于我们把顽米西 干成雍城第一村 没有信心的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 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顽米西的未来 蒙重登场 随后妖姑和合唱团的孩子们 换上漂亮的民族服饰 他们走上台表演 为大家演唱节目《重太阳》 小西里儿童和唱团汇报演出 现在开始 第一个节目 请听合唱《重太阳》 《重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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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尊重太阳 《重太阳》 村民也是为他们这天真的一梦所感 田老八更是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老八 你怎么哭呢 有疯 没疯 是念不亢的诗了 与此同时 通信部门与县委研究决定 要在雍城县建立一百个扶贫基站 可其中却没有顽米西村 胡全生和沙欧德之后 直接来县里找江四维和陈不胜请离 详细介绍了顽米西村的各个扶贫产业 以及村民们的变化 全村第一揽汉麻长顺 已经养了四项风 试赌的田家旺也已经见了赌 这个桶最短的两块板 我们已经补好了 下面那一步呢 就是把桶里的水换成酒 水桶变酒桶 争第一 我们有信心 有底气 争取第一批扶贫基站 我们更有信心 更有底气 全县有三百多个村 没有一个人能够超得过我们洗妹的吧 还有谁可以做到七十万网上 以货易货的爱心认领 洗妹未来的电商价值 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村 是一个镇 甚至是整个县 胡全生和沙欧的一番话 得到了江四维的认可 就和陈不胜商量替完米西争取一个名额 好吧 胡全生 修建促平基站 只要出现祖宫现象 你们的指标 马上取消 完米西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向领导保证 工作人员很快选好建基站的位置 那是田老八家开垦的荒坡地 消息很快传到了田老八20 于是田老八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田老八很快来到荒坡地 试图阻拦施工人员挖地基 你们在我家地上挖什么呢 那家爸怎么了 小哥干部 你们这在我家地上挖什么呢 这不跟你说好了吗 我们要建基站 四千块钱 称用你们家这个荒坡地 谁跟你说好了呀 谁同意四千块钱了 谁说我这荒坡地了 看看啊 中药 福灵知道吗 名贵中药 福灵知道吗 你们交铁都是 荒坡地 我告诉你小哥 想争地 可以 是吧 但你不能按荒坡地过这个补偿 按经济作物地过补 我打听了 就按我这个面积啊 赔四万八 然后你们该怎么干 怎么干 好不好 田老八狮子大开口 施工对拿田老八无可奈何 只好停止施工 蒲全生闻讯赶来 这是他求爷爷到奶奶求来的项目 没想到真就出现了祖宫的现象 他带领工人继续干活 田老八直接耍起了无赖 蒲全生好说胆说劝田老八 可田老八就是油盐不尽 随后蒲全生吩咐小哥用手机录像 这个地方是阴破地 日照不足 缺乏灌溉水源 从地面挖下去 发现根本就没有栽培福林 所需要用到的断木料 更没有发现肉饮 木饮 居丝饮之类的 所以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福林的生产基地 这属于典型的抢剑抢重型的 当事人田家旺现在就躺在地上耍无赖 别别别别别 手机给我 你给我 我删了 我删了 你现在马上撤 让大家接着干活 我就让他删了 你娘的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呢你 别骂娘啊 你再骂一次 你信不信我删你 我不信了 怎么要打我呀 干部要打人了 打打打打打 我骂娘了怎么了 我吹你娘的 再骂一次 吹你娘的 田老八的行为彻底激怒福全生 福全生狠狠打了他一耳光 两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福全生知道干部打人他的职业生涯到头了 于是回到村委会 收拾行李准备回城里 稍劝他给田老八赔礼道歉 福全生坚决不道歉 别人骂我的娘 也许我能忍 但是这个村的人 绝不能忍 让开 你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 福平怎么办 又成第一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这样走了 你就是逃兵 对不起 没能陪你打完这一仗 不决签你站住 你说过 干扶贫 要有一颗爱他们的心 你的心在哪呢 可他们爱我 一心为村民办事的蒲全生 在被田老八辱骂后彻底寒了心 毅然决然地离开完米西 惹阿公得知此事赶了过来 他替田老八向蒲全生赔礼道歉 但蒲全生已经彻底死心 他想回去照顾母亲 这时惹阿公忽然冒出一句话 我给家相赔礼 行吗 有些事你要是忘了吧 惹阿公忽然冒出的一句话 也是让人摸不清头脑 扶全生骑车扬长而去 随后惹阿公来到村委会 用大喇叭广播了完米西多年的秘密 大家注意了 我是惹阿公 有件村里的往事 今天必须要和大伙说一说 三十多年前 第一批来我们完米西扶贫的工作队队长 叫独家相 独家相第一年来的时候就帮我们修建了 到今天我们还在用灌溉水去 第二年 他要 榨山修隧道 修隧道 是为了帮我们解决大家出山的难题 当时我的思想保守 我认定金牛山上万物皆有灵 在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金牛山和万米西 开山放炮 南河筑瓦 是破坏了神山盛水 必须停 于是我就带领大家 干了一件事 祖宫 当我们冲到现场的时候 正赶上他们放完炮 再做清理排查工作 田老八的父亲田怀安 冲在了最前面 他一把就夺过了石工人员手中的钩子 可就在此时 葡萄家像发现 上面的大岩石有松动 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便冲了上去一把 把田怀安推开 就这样 田怀安脱下了 可大石头 把葡萄家像打倒 我们的部队长就这么牺牲了 当时他的老婆还怀着一个孩子 这个姨父子就是我们村的副书记 胡全生 这个事故 人家后来一直没有追究 当时村里就有个约定 保守住这个丢人的秘 三十多年过去了 胡全生又回来了 干的还是扶贫 这叫什么 这叫 以德报 呦 是我们老一辈害了人家的父亲 可今天 小辈 又要害人家的儿子 你们跟我说说 这叫干着什么事 我们不能够再对不住胡全生了 谁要是再这么干 那就叫 不识好歹 不要脸 而另一边的蒲全生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向父亲倾诉心中的郁闷和委屈 答应这件事处理完以后就把父亲带走 离开这伤心之地 我会承担一切责任 等到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我带你回去 石排山猜到蒲全生会来到父亲坟前 于是便带着沙儿来找他 此时的蒲全生早已哭成泪人 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 就是你深深地爱着他 就是这句话激励着你来玩米西的对吗 你爸爸 是第一代扶贫队员 现在你也敢扶贫 紫川腹业 真光荣 石排山赶忙跑了回去 将蒲全生还在父亲坟前的消息告诉了阿公 阿公 真要这么干吗 蒲全生去意已决 该说的 你才大喇叭里也都说了 能留得住吗 我想把大伙的脸找回来 上山 随后惹阿公叫上众人 让村民台上受财上山 他们来到蒲家乡的坟前 家乡啊 三十年前 我们对不住 你要离开这里 我们没脸拦着 我把我 百年之后用的寿财 带来 现在给你 回家路上 惹阿公要把自己的寿财送给蒲家乡 让蒲全生把父亲带走 一鞠躬 再鞠躬 村民们纷纷给蒲家乡鞠躬 原来惹阿公在第一集当中 誓死都要带走的寿财 是打算给蒲全生的父亲用的 这时田老八走上前 向蒲全生赔礼道歉 答应不要一分钱补偿款 不报警也不追究蒲全生打人事件 该拿的拿 不该要的不要 把这个收起来 蒲书记答应留下来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可就在这时 蒲全生接到了县委下书记打来的电话 让他去县里解释打人的事 走不走 现在还真的不是我说了算 别别别别别别 手机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删了 蒲全生打村民田老八事件 被领导们高度重视 县长陈不胜表态要严肃处理蒲全生 众人对此也是纷纷同意 而去村里走访调查回来的夏书记则表示 当事人田老八声称蒲全生没打自己 并播放了当时的视频 蒲全生没打我 你说什么 蒲全生没打我 真的 当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通信部门的施工人员给县委送来蒲全生的表扬信 还带来工人现场拍摄的视频 江四维仔细查看视频 吩咐工作人员反复回放 上面清楚地显示蒲全生想打田老八 可是没有打到他 江四维力排重力 他认为树立一个典型比处理一个干部更重要 江四维宣布对蒲全生急批评又表扬 一边表扬一边批评 咱们现在可没这些力 该表扬不吝息 该处理不袒护 同志们 我们要爱惜 要爱护我们的年轻扶贫干部 他们为了扶贫 受了这么大的冤枉 大家不心疼吗 啊 蒲全生回到村委会 看到田老八和妖姑还在 经过了解才得知 原来田老八想给妖姑开小卖部 才祖宫狮子大开口 虽然方法欠缺了点 但是出发点还是好的 蒲全生最后原谅了两人 第二天 蒲全生为田老八在村里找到了铺面 让他开连锁超市 可田老八连开小卖店的本钱都不够 根本不敢想连锁超市 蒲全生鼓励他把眼光放远一点 答应帮他一起克服困难 这天妖姑卖豆腐回来 发现家里的银员不见了 他吓得惊慌失措 一路小跑到村委会报案 莫大姐 莫洪水 莫洪叔叔 家里什么东西被拖了 大概损失有多少 大概一万多块钱吧 一万多 你们家不是贫困户吗 哪来那么多钱 不是现金 是银员 是老爸他们家祖上留下来的 我也是才知道的 先报警 田老八闻讯赶来 原来他把祖上留下的银员换成了现金 要给妖姑开超市 那些银员是你祖上留下来救命用的 不是说好了不动的吗 为我老婆开超市 我高兴 你疯了 日子不过了 穷日子我是不打算过的 我要带你过好日子 胡全生和沙偶也分别给两人带来了好消息 胡全生给他们在银行申请了贷款 而且是免息的 沙偶又替他们联系了连锁超市 像他们这种贫困户加盟费五折 田老八和妖姑激动万分 并向二位鞠躬致谢 经过最后的努力 老八和妖姑的超市终于正式成立了 开业当天 超市门前敲锣打鼓 村民都来捧场 胡全生发表了简短的贺词 超市正式开门迎客 村里并列倒数第一的麻长顺 和倒数第二的田老八 陆陆续续的都有了自己的事业 胡全生很是开心 但是接下来 胡全生又要面临村民异地拆迁的问题 但是安置地点村民又不满意 胡全生又会如何解决呢 群众来反映情况 又不是要拆你真政府 你喊那么多警察来干什么 不是他 不是什么 先把人给我撤了 回来 警灯 警灯关了 村民为何会大闹县政府 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 村民对搬迁的安置点非常不满 于是大家来到镇政府 要求撤销搬迁合同 县长陈不胜立马安抚村民 让村民派代表进屋商谈 陈不胜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漂亮的房子 大家都不愿意住 漂亮能当饭吃 那好好说话 人家心里有气 让大家伙撒脏活 没关系 村民则表示安置点处处需要花钱 还找不到工作的地方 而且离县城又远 交通也不便利 那你们想搬到什么地方 心里边才不害怕 你们才满意 县长 我们农民呢 怕闲不怕累 只要能搬到能挣钱的地方就行 怕闲不怕累 这句话我记住 当然了 如果能搬到离镇上啊 县城更近的地方 那更好 封面找工作呀 好挣钱 这位女同志 你好像很了解情况 她是凉水村的田惠 丈夫西都把家给败了 自己带个孩子啊 生活特别不错 陈不胜答应好好考虑一下 尽快给大家一个答复 另一边 晚米西的村民得知其他村民去找陈不胜理论 石排山也带着村民来找赴全生 他们也想去找陈县长谈判 回来 都可能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非要这么一大群人去闹 说记啊 你不能这样说话呀 不是大家要闹 是我们说话没人听啊 所以大家人多点 大家一起吼 你们吼痛快了 可是沙欧怎么办呀 这么大的事他怎么扛 那总得有人帮我们说话吧 我去说可以吗 你说 你说管用吗 你连个杀干部都说服不了 大家别闹了 陈县长已经走了 大家都听见了 陈县长已经走了 你们再去镇上闹没有意义 随后蒲全生当众立下军令状 他承诺会妥善解决此事 既然蒲书记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大家再信他一次 回 村民走后 沙欧埋怨蒲全生不该立下军令状 他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诉求 蒲全生觉得村民的问题不无道理 我看出来了 我觉得不是群众的思想不同 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关于异地扶贫搬迁的建议 你自作主张偷偷给县里写报告 你这什么毛病啊 你偷窥我的隐私 你这是犯法 沈督察组刚刚批评了县里 就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别添乱 我这是在帮忙 如果选址真的是错了 老百姓真心不满意 那盖好的安置房不能说拆就拆吧 到那时候那房子立在那 那就是个耻辱碑 我的名字就会被刻在上面 包括你的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还耻辱碑 不看你是想立个封碑吧 真是不可理喻 就这样俩人一言不合吵了起来 江思维得知村民对搬迁有很大的意见 直接到村民马阿婆家里了解情况 大书记 我问你个事呗 我要是死了 能买回这儿吗 地儿我都找好了 行不 这事还真不行 这个地方要俯瞰 明白了 就是住进新楼 最后 就都进火炉子了呗 蒲全生得知江思维下乡走访 便把喜媚叫了过来 让她十五分钟背下手中的稿子 十五分钟 我背不出来 你现在把它背下来 你就能改变完米西的命运 喜媚带着村里的姑娘们跳白手舞 欢迎江思维 她一字一句把蒲全生写的那份请愿书背下来 她代表村民不想异地搬迁 担心失去最美乡村的荣誉 丢掉了民族最美的文化和历史 随后江思维来找蒲全生问责 他早就听出喜媚那一番话出自蒲全生之口 蒲全生对此供认不讳 有话就应该直说嘛 找什么代言人呢 江书记 我错了 异地搬迁是扶贫工作队负责的 那我说的话算不算月位啊 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现在 我答应了啥 我不管这个事情的 你别得出吗 别不出 江书记 你看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大家都搬到城里去 那这个最美乡村的排外 那就是摆设了呀 最美乡村离不开村民 旅游经济离不开村民 这是一体共生的 等到这个地方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 留在这儿的村民 一定会比搬迁到城里的村民 更容易富起来 看啊 我这还写了 你以为就是你聪明是吧 旅游经济可不是说 可就能搞得起来的 最一 你得有特色 才能吸引游客过来 对吧 第二 交通要便利 游客才能很方便的进来 我承认 顽米西村确实有特色 风景有美 物产丰富 可是路呢 路在哪儿啊 江书记 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看 如果这条隧道 现在重新开枣 连接了山后面的省道 再往西辈子 就是高速公路 这条路一通了 整个雍城的西北大门 就彻底打开了 蒲全生建议 在金流山修路打隧道 来发展顽米西的旅游经济 虽然是短短四公里的隧道 可是需要四五个亿的资金 蒲全生恳求 江四伟想办法筹钱修路 要是有钱 我早干的 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 三十多年前 你现在穷多了 可是你跟我爸 都敢带着年轻人 开山放炮 虽然最后没干成 但是你们毕竟动手 江书记 你要是能下决心 我们这一代人 都愿意唱着 隔壁人永远是年轻 跟在你的身后 继续开山放炮 修隧道 蒲全生的一席话 让江四伟不由的 想起当年的往事 三十年前 江四伟和蒲全生的父亲 就要在金牛山开凿放炮 最后因为种种客观条件 没干成 也让江四伟遗憾了三十年 江四伟一回到县里 就来找陈不胜 陈不胜正带着工作人员 做最后的核查 想尽快把异地搬迁的方案 上交声音 江四伟却让他暂缓此事 把修隧道的想法 告诉了陈不胜 遭到了陈不胜的反对 现在的政洁就是修隧道 我核算过 得四五个亿 咱们现在连扶贫的钱都不够 这哪来的钱修隧道 建配套公共啊 把通过米西隧道这事 前几日县委都下不了决心 就是因为没有闲 可现在都不一样了 精准扶贫是国家行动 咱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我当然知道它的好处 可非得马上干 现在就赶了 咱没这条件 没有条件 我们可以创造条件的 我算过 这个工程 最多需要两年时间 能够赶在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前完成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你看能不能这样 咱俩单单子 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 向上面写报告 很明显陈不胜不想出这个风头 江四围见陈不胜默不作声 也猜到了对方的想法 江四围想要离开 可他实在是不死心 这不是不死心吗 所以想跟你再商量商量 你再考虑考虑 面子不重要 说完江四围就转身离开 随后陈不胜叫住了他 你看这个报告 是我起草 还是您起草 我相信你 江四围修隧道的消息 很快传到纪检部门 雷震将收到群众举报信 举报江四围搞形象工程 而且贫困户不减少 反而增多 他奉命带省督察组 来找江四围调查了解 我要真想短期实现贫困发生率降低 难吗 不难 难的是我们要顶着巨大的谜论压力 来头苦干干实事 争取短期内完成这些工程 目前 产业扶贫 已经破题 今年 苹果人口就可以实现大幅度下进 直到实现完全脱贫 和不分之分 那修隧道呢 县里的财政能支撑吗 不能 既然不能 为什么不把这笔钱 投入到 见效快的扶贫项目上 但江四围不死心 随后他找到了市委书记 想让胡书记帮忙申请项目资金 对于修这套隧道的重大意义 你不说大话都明白 可是现在是关键时刻 人家只在到处调查你的政绩工程 这个时候你搞定 你就不能等等再说吗 都等了三十年了 胡书记 这个是关系到县市委库两岸 几个乡镇 十几个村子 好几万人的夺平之父 真的不能再等了 可是要干 得需要四五个亿 你拿不出来 我这也是囊中羞涩呀 做了一个资金计划 这里边有一部分 当然是我们县里要自筹的 可是大头还是得请你帮忙 向省力和中央说明情况 人家相关自己 好啊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连花园的清单你都列好了 就等着我替你哭穷了吧 因为你面子大呀 钱给少了 人家也不好打发你 江四伟 蒲全生得知江四伟被调查 对此极其不满 都是你惹的事 现在江书记都要配合调查 我告诉你 如果江书记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处分 我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脸在庸臣待下去 喂 潘书记 我刚接到通知 省督察组啊 要去你们重伤奖残基地视察 可能还得询问一些相关事情 你们做好准备啊 得知督察组要来村里调查 沙欧立刻带蒲全生打过去 一会儿少说话 管住嘴 别惹事 少说话解决不了问题 雷震将质问蒲全生 去年的贫困户没有减少法增多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县里批评警示 因为他们很清楚 我们村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好 这就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蒲书记 领导问你什么呀 你要回答什么 你别激动啊 没激动 我在实事求是 批评警示界面 能让这些丧条在一年之内就长这么高吗 能养残吗 我就是在实事求是 这瓶怎么脱啊 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 喝着茶 看着电脑 它就能脱贫吗 领导 他的意思是脱贫需要耐心 是是 修建顽米西隧道的事 江书记跟你们提起过吧 主次没有分清楚 我是主 这件事情是我跟江书记提的 我可以作证 能导你看一下 这是蒲玄生写的建议书 上面有日期 确实是他先提出来的 几个亿的工程 这远远超出了你们的能力范围吧 我真的不是当着村长管着县长的事 想要赴先修路 我到完美西的第一天起 我就下了决心 这条隧道 我必须给他挖通 这时是排山来找蒲全生签字 他看见蒲全生被督察组调查心声不满 于是就替蒲全生打抱不平 我说你屁股咋就那么沉呢 啊 你往那一坐就起不来了 大家忙的是脚不着地的 你这好喝茶聊天喝茶聊天的 聊天能脱贫呢 得干活 行我马上过来 什么马上你快快走 胡全生突然接到麻长顺的电话 有一辆车从牛角岩搬下去了 好多人啊 人怎么样啊 人还活着 但是流了好多血 估计成不了多久了 怎么办啊 我马上过来 有台车掉牛角岩底下去了 人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我得赶紧过去 赶紧去救人要紧 走走走走 去哪儿 牛角岩 牛角岩我熟啊 那地方一百多米深呢 只有一条简易的吉庚路 救护车根本进不去 就算把人弄上来 那也来不及抢救了呀 那人得救我现在 你们别着急 我来想办法 手机 紧急之下 雷主任当机立断派来一架直升机 把受伤的游客送到医院 雷主任 人已经安全送到了 里水市人民医院 医生说 幸亏我们送的机时 人没有生命危险了 人是及时得到了救治 但是直升机的费用又是一个难题 救援直升机的费用 一个小时八万块钱 就算下来 钱不少了 这钱谁出啊 也不是我打的电话 那那那 这个电话是我打的 刚才逛顾着着急救人了 就没考虑这个费用问题 雷主任您别着急 您再喝口眉茶 去就 此时的雷主任也不敢再说话 雷主任 你看这样好不好 这笔钱呢 咱们问问病人 看他们自己能承担多少 剩下的钱实在不行了 那我们镇上在想办法吧 这不开玩笑吗 那怎么行呢 人家那么远从四川跑过来旅游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让别人出钱呢 这不合适啊 是啊 人家专程到我们这来玩 我们还宣传是人间天堂 这万一真的上了天堂了 那以后谁还愿意上我们这来旅游啊 要不这笔钱我们出吧 随后蒲全生和沙欧一唱一和 主动要求村里出资这笔费用 你们本来就是贫困村 哪来这笔钱呢 越是贫困村 就越要讲细语 这个钱就算砸过卖铁 也得是我们出 真是为难你们了 刚才啊 真是吓我一跳 一个电话就十好几万吧 我还真拿不出这么多钱 雷主任看出他们两只是眼双黄 赶忙找借口离开 雷主任以后啊 你得常来我们的指导工作啊 我呀还是少来吧 没见这两位一唱一和 你说笑 雷主任 钱也出了 蒲全生可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离开 于是蒲全生提出要和他单独谈一谈 金牛山真的很美 可是这里的群众是真的很穷 想要把美变浅 不仅仅是光靠养殖 种植 更要靠旅游 物流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们这里呢 是庸城的西北出口 如果路不通 一切都无从谈及 可是隧道一旦通了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问题 肯定不会再发生 雷主任 你现在还觉得 这是形象工程吗 你的话 我记住了 谢谢 想要修建隧道 雷主任是突破口的关键 胡全生会如愿以偿的拿到相关资金吗 不如解 经过我们巡视组 反复的调查核实 得出的结论是 江思维同志没有搞正体共产 但是部分村贫困发生率 不降反升 也是实实 要通报批评 雷主任带督查组成员多方走访调查 江思维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雷主任如实向胡书记做了汇报 但贫困户不减少反而增多的问题 要通报批评江思维 但修隧道的事情 雷主任明确表示支持的态度 并向上级附了一份情况说明 但是能不能立想 雷主任也不敢打保票 雷主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如果我没理解错 你就是在帮他呀 按张办事是纪律 但我觉得 还是要旗帜鲜明的 为那些真扶贫 扶真凭的干部 真有骨气 不论是在政治上 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 都要高看一夜 厚爱一分 能帮的尽量帮 雷主任 谢谢你呀 看来你的觉悟比我高啊 哪里 另一边 改邪归正的麻长顺 得到了田慧的青睐 俩人互生情愫 当年 你可真是一朵花 那时候 你每次 从我门口经过 那就像一朵花 飘过去一样 而他们两人的事情 也被惹阿公得知 随后惹阿公找到龙东花 拜托龙东花 帮马长顺找个媳妇 答应事成之后 免除他们欠的酒钱 龙东花一听满口答应 惹阿公走后 廖贵香则埋怨龙东花 华华 你为了阿公这些酒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接 那怎么不敢接 你知道在嘎花的那一天 我在麻密胡家 给他治老寒腿 那惠妹子一进入 麻密胡就把我给轰出来了 你知道是为母子 为母子 那麻密胡跟惠妹子 他们两个 胃上眼了 你别瞎胡扯了 他们两个插着背份了 哎呀 华华 你听我说华华 那他们两个人的背份 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背份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婚姻法都是支持他们的 那麻密胡要是有这个色胆 那阿公把他狗蛋给 撒出来给你 你爆了你信不信啊 再说 二十斤酒 设他账一笔沟香 哪里来这么多的好事 哎呦我的天 娃娃 有人让开让开 第二天 龙东花强迫给麻长顺掌的 乡亲对象 身材挺魁梧 说什么呢 比喻夸张 那身材魁梧 才能把猪羊好 以后好生长吗 我听说 你是个二魂 还带了一个孩子 那个 我告诉你 我还是个红花狼子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 我太般配 你装什么装呀 你不就是那个名声 在外的懒汉 麻密胡吗 你好意思跟我说 般不般配 瞧不上我是吧 我还瞧不上你呢 就这样好好的一场婚礼 被麻长顺成功搅黄 麻长顺的行为 彻底激怒龙东花 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顿 你是不是故意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麻长顺 还红花狼子呢你啊 你还找黄花闺女 我可以找个西兰花吧你 西兰花也是花呀 就刚刚 你给我介绍的这个 那上一个脸盘的这么大 还有麻子 那是葵花了 麻长顺 你自己什么条件 你心里不清楚吗 这找人结婚过日子 能过日子 能生娃子 差不多得了 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子的 你还有没有护权呢 没有护权呢 我回去了 我快 快 坐 坐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是不给你找到对象 就枉为我金牛山 第一没跑的时候 坐着 不许走 等我回来 麻长顺被迫相亲 直至到了晚上 正当他打算要回家的时候 麻长顺在人群中 看到了田慧 原来他背着英子去看钢火烧龙 麻长顺当机立断反了回去 他主动请鹰上台去表演 他是村里的懒汉 为了心爱的女人彻底改变自己 得知田慧要带着英子来看钢火烧龙 他主动请鹰上台去表演 只见他捡起地上的龙头 然后大声呵斥道 西牛山晚米西 麻长顺 下场 这是麻长顺的绝活 他赤膊上阵举着龙头 在钢花飞溅中穿梭 田慧和英子看得入了神 表演结束后 麻长顺背着睡着的英子追寸 田慧对麻长顺刚才的表演赞不绝口 两个人也是越聊越投机 就这样麻长顺把田慧和英子送回了家 刚要离开的时候 结果被惹阿公堵住 阿公 这么晚了 您在这儿乘养呢 今儿可以 我不放心坏妹子 怕她遇上坏诞 阿公 今天晚上耍钢火烧龙累了 有话明天说吧 你以为会玩钢火烧龙 也就是一条龙啊 你不是龙 你是宠 我再献你 跟他在一起 你见过我打天老爸爸 就你 我能把你拆龙 滚 你要是真答应 你就打了 麻长顺感怒不感言 为了感谢昨天的钢火烧龙 田慧一早在麻长顺上山找野风 田慧凭借经验很快找到蜂王 他把蜂王收集到蜂箱 然后俩人静等密蜂往蜂箱子里钻 麻长顺借此机会向田慧表明心意 一只蜂王一周月可以缠满一千到两千里 那咱要那么十个蜂王 那咱就还是送满桃呢 难怪 你一直打光过 原来你想找的女人 不是会生孩子的 是会生蜂蜂的 俩人聊得正投机时 田老八却找了上来 特意进山找到麻长顺 不由分说就把他拉到一旁 狠狠地将对方摔在了地上 我好歹也算你叔叔倍 你就这么摔我 这不合适吧 你对我堂尾动手动脚合适啊 你现在要挨揍了 想起来差着倍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你 老八 我必须给你澄清一点 我们俩是恋爱自由 你甭给我说没用的 妈咪一会儿告诉你 你敢打我堂妹的主意 就等于打阿公的脸 你敢打阿公的脸 我田老八就是坐牢 我也得卸你条腿 你给我记住了 等等 老八 你等等等等 我今天 必须把这个问题跟你说清 十字吗 婚姻法 你听好了啊 第二章第五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拓祸 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我们俩是光明正大 你听明白没有 我听明白了 就说你贼心不敢 还想继续是吧 老八 我们俩是生婚姻法保护的 我今天就看看法律怎么保护你 田老八根本不听 直接追着麻长顺拳打脚踢 田慧闻声赶来劝阻 他们俩互不相让 扭打在一起 最终惹怒了眼蜜蜂 他们俩被风群折得满脸红肿 最后狼狈逃窜 我的疯 我 姑男 田慧寡女 我们能不能谈恋爱 可不可以谈恋爱 可不可以 恋恋爱 你不要脸 他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 却爱上了村里离过婚的女人 俩人私下交往的事情 得到众人的反对 田老八狠狠教训了麻长顺一顿 俩人因此吵得不可开交 我折死你 我垂死你 早晚毒死你 你再说一遍 我看你就全都 我看你 我看你 我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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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动 胡全生和沙欧闻讯赶来 麻长顺声称田老八动手 伤人要求报警 田老八一口咬定麻长顺耍流氓 俩人争相到对方的状 田老八恼羞成怒 又要与麻长顺撕扯 被一旁的扑拳声拉开 稍让田老八解释清楚 否则他就是无故伤人 田老八声称麻长顺耍流氓 勾引自己的堂妹田慧 麻长顺反复讲明他们俩是自由恋爱 任何人无权干涉他们的恋爱 田老八越说越激动 又要对麻长顺大打出手 一旁的田慧终于忍无可忍 急忙冲过来阻拦 稍让田慧表态 麻长顺说的是否属实 田慧当众承认他喜欢麻长顺 稍要支持他们俩自由恋爱 还要控告田老八故意伤人 田慧回到家 惹阿公狠狠教训了田慧一顿 逼着他和麻长顺分手 随后田慧来看望麻长顺 麻长顺正在写上纺信 他没想到今天田慧当着众人的面 会帮自己说话 这让麻长顺很是感动 他表示田慧只要愿意嫁给自己 他承诺会让田慧和英子过上好日子 但田慧的回答让麻长顺很伤心 我们俩算了吧 另一边 胡全生正在召开村委会 众人正在商讨田老八打人事件 沙奥坚持要报警处理 就在这时 麻长顺突然赶来 不许报警 为什么不许报警 我刚才 跟田老八就是打赌闹起来的 一时冲动说了几句气话 报警 你在廖桂香家 可不是这么说的 刚才就是想吓唬他一下 好把我 输得两瓶蜂蜜蜜蜡掉 我知道 打赌不对 我做检考 马长顺 你为什么要撒谎 你说过你喜欢田慧 难道你的爱情不要了吗 还有什么爱情 山里的光棍 有几个不跟小媳妇 开几句混蛋的玩笑来 马长顺你怎么 对不起 你对我领导 别麻烦了 求你 别报警 跟不要上房 不然 我在这个村 就真的点不下去 马长顺伤心离开 离开村委会的 马长顺新会议了 他不敢再奢望爱情 最终经过 马长顺的不懈努力 终于拥有了二世相逢 可让他遗憾的是 自己还是没有老婆 阿公曾经说过 只要他和田慧在一起 就打断自己的腿 马长顺表示 只要能娶田慧 他宁可被打断头 可现在连被打的机会 都没有了 因为他要离开 晚米西村了 就在这时 马长顺远远看到 田慧躲在一边 走啊 经过省委领导多方奔走 晚米西村隧道工程 终于批复下来 江四伟很开心 他第一时间 把蒲全生和沙奥叫来 让俩人做好村民 争地的思想工作 农民对土地的倦怜和情感 那不是三句两句话 能说清楚的 所以啊 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件事 绝对不能掉帘子 我就算是掉皮掉肉 也绝不会掉帘子 我也是 柯妍在村里贴出 修隧道的喜报 村民们奔走相告 都夸扑全生有本事 而扑全生也把这个喜讯 第一个告诉了父亲 把米西隧道 又要重新动工了 爸 你高兴吗 你的梦想 就要实现了 胡全生回到村委会 就研究起了征地的问题 隧道通过的地方 就有二十一家村民的地 而其中就有惹阿公家 大家一直决定 先从惹阿公家下手 先把最硬的骨头砍掉 这让剩下的二十家 就一帆风顺了 科研主动要求 去找惹阿公谈判 争取让阿公当领头羊 有也不适应了 小科变了 还是那句话 扶贫 既是我们改变世界 也是世界改变我们 还有小科 我不同意 阿公 您是德高望重的乡险 您得带头支持修路 修罪道 这是脱贫之路 支付之路 你们的支付 就是把地都弄没了是吧 地没了 我都不知道将来吃什么 穿什么 我做什么 我就是个农民 我别的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种田 农民种地是根本 你劝别人我管不着 我呀 不同意 真地修路人人有责 您不能以老卖老啊 年轻的时候就反对修路修隧道 这三十多年过去了 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呢 但这回您阻止不了 这条隧道是省里的重点工程 非休不可 啊 想快啊 两年了啊 我可是头一回看你这么大声的嚷嚷 怎么 要走了 长脾气了是吧 你别忘了 这大家还都没投票呢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就是把生活的蒲全生沙欧都判来 我也不同意 送客 就这样 柯炎以谈判失败回到村委会 大家决定再商对策 向有亮建议提高征地补偿价格 他认为这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但被蒲全生一口否定 征地补偿款是县力统一制定的标准 而且为了照顾贫困村 已经把价格给到了最高 随后沙欧让石咬金起个带头作用 因为全村属他们家征的地最多 可这么大的事 石咬金拿不定主意 晚饭的时候石咬金提起此事 咱们家伙总共才四亩 这一下子被蒸了三亩 只剩下一亩地 这以后的粮食怎么够吃呢 妈 路通了机会就多了 不见到种地才有粮食 以后挣钱的路子多了 想买多少粮就买多少粮 跟城里人一样 虽然以现在他们的生活条件 少了几亩地对他们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村里的惹阿公都没有同意 他们也不想做这个触头鸟 喜妹却不赞成石咬金的想法 我们家四口人 三名党员两名村干部 我们必须要带这个头 喜妹 你嫁过来的时候可是没有带一分地的 这四亩地都是石家的 咱们俩的事 你做主没关系 可石家的大事 你不能做主 得听我爸的 小心 胡说些什么呢 小两口还因此大吵了一架 喜妹劝说石排山 希望他为了玩米西的未来想一想 而阿公的脸也不是信号灯 不要什么事情都要看他的脸色 石排山也是村里的带头人 大家同样也看着他呢 说完喜妹就转身离开 喜妹的一番话让石排山有些触动 随后石排山带着石咬金来到村委会 可是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土地 他只好含泪让石咬金代替他签字 胡全生深深居功向他表示感谢 科研立刻写了感谢信贴在广告栏 村民们都来围观 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看来石排山这个出头鸟 并没有让村民们动摇 这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的工作该如何进展 我们拭目以待 我要告状 他是村里的懒汉 是什么原因让他来到县政府告状 原来这天惹阿公找到龙东花 他知道这条隧道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工程 所以帝迟早要争的 他不放心自己走了以后 田惠带的孩子没人照顾 他想让龙东花帮田惠找个入坠女婿 就算帝没了田惠也能有个依靠 龙东花上次帮马长顺相亲失败 所以这次龙东花没有立即答应 惹阿公看出龙东花为难 便提出只要龙东花能帮田惠找到女婿 以后他只要是酿酒 都会把第一坛出炉的酒送给龙东花夫妇 但如果这件事做不成 他们家做要用的酒 不会再给他们二人提供 龙东花无奈只好答应 随后他找到秦宪文帮忙写真婚启示 秦宪文断然拒绝 你不知道他跟马蜜狗的事吗 我知道 知道还帮他照顽入这 龙东花 你不能为了点迎头小利 就把别人的感情拿出来遭见 做人做事 不能太过分了 请回不龙东花 这个忙我帮不了 随后秦宪文来山上找到马长顺 自从跟田惠来往遭到惹阿公的反对后 马长顺痛定思痛 搬到山洞里面与蜜蜂为伍 秦宪文鼓励他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 如果他真心喜欢田惠 就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另一边 胡全生和沙欧多方奔走 对村民争地的问题依旧举步为奸 他只好来找潘学斌诉 请求上级绕过惹阿公他们家的地 却遭到潘学斌的拒绝 规划部门根本就不同意 这是最佳线路 最少争地了 你们村改了 那意味着其他村也要改 这个口子绝对不可以开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 路在哪儿啊 反正不在我这儿 在你们班米西 在惹阿公那里呢 可是惹阿公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你这现在跟我说这些话吧 那当初呢 那当初你俩就像说相声一样的 那豪情万丈的 有红旗我们来扛 有第一我们来争 那现在呢 你看看现在呢 完了 其他五个村 签约力已经过半了 你这个争地 你要是完不成的话 你就到县委去看大门 我要告状 而就在这时 马长顺前来告状 我要告状 告什么状 争地 真地 二十一户里没你啊 这就是我来这儿 告你们的原因啊 潘书记 来 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来 我说 你记 记清楚了啊 我贷款弄了二十四相丰 这贷款要不要还 不收利息 本金肯定是要还的 我一个人在外养丰 家里的地 还有没有时间种 这恐怕是有点忙不过来 所以说 我那个地 与其撂坊掌草 还不如争了呢 我还等着钱还贷款来 你说这么好的事情 他们俩竟然不跟我说 就直接给了别人 我马长顺还没死吧 户口还在玩米溪吧 这个争地的事呢 他们俩说了不算 我也说了不算呢 这个事是由规划部门制定的 我不管 反正一碗水必须端平 凭什么我的地不能争 我要争 我主动争 派书记 你今天必须给我做这个主 别激动啊 来这里 就为了这个事情啊 就为这个事啊 挣钱这么好的事 为什么不想着我 马长顺的行为 也是让众人一脸懵 别人都是不愿意 让出自己的土地 反而马长顺 却主动要求征定 他们也搞不懂 马长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等马长顺走后 胡全生意外发现玄机 马长顺和惹阿公家的地 挨在一起 只要稍作调整 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潘叔姐 马上给桂花我们打电话 求求请 说什么行 你看啊 马长顺他们家的地 跟惹阿公他们家的地 是挨在一起的 只要做一些微微的调整 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路 就在这里 现在爸妈 我把咱家的钱给卖了 但是 我不后悔 我做这件事 是逼了一个我心爱的女人 我戒酒啊 你们走了以后 我就开始喝酒 因为我太想你们了 我太想你们了 可是后来 喝酒不管用 我就开始破棺子破碎 就是这个女人 给了我希望 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 对不起 求你们能原谅我 马长顺为了心爱的女人 把自家地卖了 为此他心生内疚 他知道做阳春的农民 要以地为根本 没了地算哪辈子农民 他对不起逝去的亲人们 马长顺决定今晚哪也不去 就陪在亲人们身边 田慧远远看到这一幕 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是村里的懒汉 为了心爱的女人 却主动让出自己的土地 马长顺主动要求真帝 这让蒲全生心存疑惑 而沙欧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马长顺经过几年的扶贫 思想产生了转变 觉悟也有所提升 另一边惹阿公得知 马长顺主动让主 亲自登门来问 马长顺的目的 马长顺借口 只是想挣钱还贷款 惹阿公却心知肚明 知道马长顺让帝 是因为田慧 他觉得马长顺 做事变得圆滑了 如果我变了 只要变得 考人闲就行 地让出去了 最后结果 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小子可别后悔 只要挣个钱 我不后悔 田慧来到超市 妖姑见状赶忙 把奶粉和蜂蜜交给田慧 可田慧死活也不要 原来马长顺 每个月都会买两桶奶粉 让妖姑交给田慧 而田慧知道 马长顺为了自己 把自家的土地都让出去 所以他不好意思 再收对方的东西 这次争地 因为阿公不同意 结果把他家的地给争了 说是主动争地为了挣钱 其实 谁不知道啊 我前来这么大一个人情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 我还拿人家东西 实在没脸 妖姑百般劝解让他收下 他还觉得 马长顺是可以值得托付的人 妖姑说完就把奶粉给了田慧 由于马长顺主动签了争地合同 村民们纷纷响应 剩下的十九户很快签了合同 胡全生和沙欧很开心 他们终于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要好好谢谢马长顺 也是啊 你说咱们怎么想也想不到 婉米西的头等大事 竟然是马长顺带头解决的 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他这个好人当得有点憋屈 然后重心他 怎么重心 你说过 马长顺也需要婚姻和爱情 也需要一个老婆来换其他的尊业 我不想婉米西再出现另外一对 妖姑和情相人 这天村民来田地收稻子 马长顺看着自己的地东张西望 他有些不舍 一旁的田辉注意到 他主动过来帮马长顺收稻子 马长顺却劝他避嫌 不要被村里人议论 田辉根本不在乎 今年稻子大丰收 到了家家户户吃新米的日子 田老八放鞭炮庆祝 家家都是大鱼大肉 只有蒲全生带着沙欧山上吃野餐 他们到了山顶 讲述着婉米西这两年的变化 这时山下锣鼓喧天 沙欧一眼就认出为首的是喜妹 他们用鼓声和即将被征用的土地告别 他们要告为仙人 告为仙人 农民对土地的情感 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村街二十一户人家 从此刻开始 就要失去他们的土地了 他们心里有不舍 也有自责 所以要把鼓声敲得大一点 来告诉他们的仙人 他们要离开了 看看 他们鼓队走的路线是什么 是未来公路穿村而过的路线 我们唯有把扶贫工作做好 做扎实 让他们不仅脱贫 还要让他们支付 才能对得起他们今天献住的土地 沙欧让蒲全身为他拍下这难忘的音乐 我们请喜妹在修好的公路上 再撬一次鼓 我还要站在这里 再拍一张照片 转眼时间一年过去了 晚米西村隧道工程很快开通 村里即将成立农村合作社 沙欧亲自来请向登高做理事长 向登高却闲赚得少拒绝了 这时工程的杜老板来找向登高 让他擅自更改施工线路 可擅自更改施工线路是违规行为 向登高连忙解释 可杜老板根本不听 还让他滚蛋不给结账威胁向登高 向登高无奈只好答应下来 能能能吧 赶紧吧 别摸他 好好好 你们等等 这位老板 擅自更改施工线路是违规行为 出了是谁负责呀 出了问题我负责 他谁呀 这是我们村扶贫队长 沙干部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这有扶贫的 这车是你的呀 施工现场禁止乱停车 给我开走 姜总裕 我告诉你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不给我干完了 仗就甭结了 出了问题我负责 呃 好 干部可以走 快点快点 沙鸥只好上车准备离开 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回头才发现向登高把煤气管道挖断 众人落荒而逃 向登高已经被吓傻 向登高快跑啊 快跑啊 向登高 跑啊 快点走 事后向登高被警察抓走 杜老板却翻脸不认账 不承认让向登高更改事工线路 而其他工人距离又太远 根本没有听到杜老板和向登高的谈话 沙鸥想为向登高作证 可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胡全生和沙鸥来找律师咨询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律师也无可奈何 随后俩人回到村委会 可沙鸥却不甘心 他刚要说话却看到自己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走啊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他不是要录音录像吗 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就是啊 沙鸥和蒲全生立刻拿下来确认 但是向登高和杜老板离车太远 再加上工地上的嘈杂声 记录一录下的声音不是很清楚 次日蒲全生就带着视频 去找公安局纯语鉴定专家 最后经过专家分析 确认杜老板让向登高更改事工线路 这能作为证据吗 当然可以 太好了 谢谢啊 太感谢您帮了这么大一个忙 您救了一个家 这是应该的 太感谢了 就这样向登高被无罪释放 喜妹和施咬金来接他 向登高却高兴不起来 虽然杜老板承担大部分赔偿 但向登高也要负担三十二万 三十二万 你们以为就只赔三十二万吗 承包款要不要还 挖区要不要凶 这加在一起 没有一百万是打不住的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五万块钱 你先拿去应急 喜妹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实家的人 我要你们的钱 算怎么回事啊 哥 你这么说的太见外了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那你有难处 我们肯定要帮忙的呀 表姐 我想能够别的没有 志气还是有的 钱债是我一个人的事 不会拖累你们的 向有亮在村里四处借钱 村民们找各种借口推诿 让阿公把那幅棺材卖了四千多块钱 给向有亮 向有亮感激不尽 蒲全生和沙欧来到向家 向灯高和向有亮都走投无路 他们一筹莫展 沙欧埋怨向灯高平时太自私 总爱打小算盘 所以村民们都不愿意借钱给他 我承认 我自私 爱钱 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干吗 穷怕了 我小时候的双方你们没过过 你们根本体验不到 从小我们家就穷 我妈跟我说 她嫁给我爸的时候 最贵的赔价就是一条金项链 我爸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都没打过这条金项链的主 可是又为了那么苏尔丘 这个自来水工程 爸真的是走到我们没有办法 把项链骗了出来 拿出去买 就为了熟通关系 这条金项链就买了七百块钱 我爸拿着这七百块钱 都买了好盐好酒 去给别人搜理 自来水工程修好了 家家都有水喝了 我妈就这么了 我妈说 夏有量你就是个骗子 你不是说吗 等你有钱了 你要给我换一条 更粗更大的金项链 我听完这句话 我就撒嘴就往外泡 一口气我就跑到了镇上 到了今天门口 就给老板跪下来了 我恳求他 我说 妈就是每一个愿望 求你接我一条项链 老板被我感动了 就借给了我这条项链 一路 一口气我就跑了回来 又跑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喊 我说 妈 项链给你买回来了 我爸没有骗你 妈你听见了吗 屋里都什么声都没有 我走到我妈窗前 我早就延期了 像有量因为负债累累成了贫困户 村委会研究决定给他家建当利卡 村民看到告示也都议论纷纷 没想到村里的首富一夜之间变成了贫困户 这件事也让蒲全生陷入了沉思 他当即决定众筹买一台挖掘机 改造方波地 发展新产业 你好大的口气 行得通吗 一台挖机一百多万你知道吗 我有信心 一 二 三 今天是村民分红大会 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他们激动万分 科研按照名单开始分钱 各家都派代表上去领钱 每个人都开心的合不拢嘴 道场的村民都领到了分红 只有向登高父子俩人没有道场 向登高因为欠了债 没脸去领分红 分红大会结束 沙欧承诺明年还会给大家分钱 他趁机号召村民集资入股加入农机合作社 把一千五百亩的荒坡地改成茶园梯田 原来蒲全生想买挖掘机开垦荒坡地 来发展新的产业 可是一台挖掘机需要上百万 蒲全生想先给各家各户分红 再让村民们把钱拿出来入股 沙欧说出想法后台下顿时鸭雀无声 紧接着村民们开始都议论纷纷 好不容易装进兜里的钱 再让掏出来 想都别想 不是嘛 之前基地的那个合作社 我不是一毛钱都没有掏吗 不这样给我入股 我觉得呀 沙欧姐说的这个事是好事 你们想想 自从蒲书记还有沙欧姐来了之后 他们干了哪件事没成 跟着他们干 不会吃亏的 没有 办成了农机合作社 你哥是开挖掘机 他有钱人 当然是满意 喜妹 你别怪大家 全空中你爸和你哥 是干过挖机的 他俩都不来 那大家谁敢投这个钱呢 投什么 他们刚分到钱 都舍不得拿出来入股 沙欧看出来村民都很抗拒 他自掏腰包拿出三万五千元 继续入股 想借此带动大家的积极性 就在这时向有量及时赶来 他缓缓走上前 郭叔姐 我想说两句 有量说 你说 我们家 欠了大伙不少钱 分红了 本来 应该先还给大家 可是我刚才在门外 听了沙干部的讲话 说实话 作为顽密西人 我有点羞愧 一千五百母皇破地 要是真的变成了茶园铁田 那是多大一片地 这是造福我们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我看 小可 把我们家的分红 全部入股了 向有量 入股 两千两百五血 这时阿公也站出来劝说大家入股 他和田惠拿出来一千四百元分红的钱入股 养疯的人 怕冷不怕热 这好日子 就得热热乎乎的 我这一千零二十 也捐了 不是捐 是入股 入股 王长春 入股 一千零二十元 咱们这 这两年的变化 大家都看到了 我宁愿苦干 也不愿意苦熬 我们家分的 三千三百八十元 全部入股 我也入 你入什么 想你去说 你家伙 你那钱放哪了 你那钱留着 你都误出宰来 我这钱还没有误这呢 我全入 小股 入股 你去 入股 我也入股 紧接着大家纷纷入股 蒲全生和沙鹅也很是高兴 第二天 蒲全生让向有亮把工程方案交给向登高过目 向登高一眼就看出这方案有问题 因为荒坡地都是大石头 半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完成 随后他直接来找蒲全生说明事情 这个方案有漏洞 什么漏洞 你们这个工程计划 一看就是一个外行做的 对 是我做的 那可能是 你大意了 什么漏洞啊 你直说 有石头跟没石头大不一样 一个好的挖手 一天最多能平整出六亩有石头的坡地 这一千五百亩根本无法在半年之内完成 那如果我们必须在半年之内解决问题呢 除了现有的挖机以外 还需要再多一辆大控制的挖机和一台推土机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再凑出一百多万买两台设备 都先别急 那块地啊 石头也不一定多 但靠着都是凭经验 不一定准确 我这是科学 一定准确 我想成立四海农机合作社 蒲全生为了买挖掘机 想要成立农机合作社 于是他找到其他村子里的领导人 想联合他们村子一起入股 就可以把四个村的荒坡地一起开发 沙欧把合作社的章程发给大家 还让向登高免费培训技术人员 众人也都举手赞成 潘学斌得知此事后 他一早就把蒲全生和沙欧叫来 劈头盖脸数落他们一顿 村村合作 行政体系还要不要了 联合以后 你们几个村听谁的 如果要是出了事 责任谁来担 这是市场行为 董事会担责任 哪个村出的钱最多 哪个村就是大股东 大股东的话语权最大 别拿市场说事 我就问你们 要不要政府的领导 要不要胆的领导了 当然要依靠组织 依靠政府啊 所以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我跟你说正事 你给我剥点钱 顺便给我站个台 你别拉我下水了行不行 村村合作 县里边有吗 市里边有吗 国家政策允许吗 那政策也没说不允许啊 不是吗 总得有人先干啊 潘学斌埋怨他们 不该擅自成立农机社 蒲全生和潘学斌 你一言我一语 俱理力争 潘学斌最后表态 不支持也不鼓励 还劝蒲全生三思而行 我再一次提醒你啊 这件事要是干的话 能不能还一还 镇里边马上 搞不明者平意了 你得记住上次的教训啊 村里边你拿了个倒数第一了 要是镇上再拿个倒数第一 我是有责任 你不用有压力 我是倒数第一 又不是你 我的天哪 很快陈不胜就拿到了 这次民主的测评结果 蒲全生由原来的倒数第一 成了全镇的第一名 这让大家都没想到 但是蒲全生想搞农机社的事情 也传到了陈不胜的耳利 其他干部对此都不太赞同 而陈不胜认为 晚米西这两年的变化 离不开蒲全生的敢想敢干 晚米西能有今天的产业发展 也离不开蒲全生的创新和精神 陈不胜觉得应该下到 第一线实地考察后 然后再下结论 次日陈不胜就来到晚米西村 沙欧与蒲全生听到消息后 俩人手忙脚乱迎接陈不胜 很快陈不胜就来到村委会 他直奔主题 表示想单独与蒲全生谈话 随后俩人来到房间 陈不胜首先庆祝蒲全生 在民主测评中拿了第一名 更是对他两年多的挂志锻炼提出肯定 他想调离蒲全生 县政府办公室的领主人 调到司法局去做局长 那个位置空缺了两个多余 我一直在误色一个合适的人选 希望能有一位敢想敢干的年轻干 加入到县政府里来 今天来就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你同意 我就在县常委会上提议 由你来做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蒲全生对陈不胜的任命措手负极 意识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沙欧得知蒲全生要去县政府 做办公室主任 他亲手做了一桌子菜 为蒲全生进行 并祝贺他被领导赏识 从此走上光明仕途 蒲全生却高兴不起来 他放心不下即将成立的农机合作社 也不想让扶贫工作半途而废 更不想辜负村民们的信任 他决定留下来 沙欧苦苦归劝他不要犯傻 可蒲全生心意已决 将四维从省里开会回来 第一时间向陈不胜了解 蒲全生搞村村联合的事情 现在是蒲全生打个喷嚏 全线就感冒 周龙潭村村联合这事 我在省里开会的时候 吴书记问过来着 所以 这事咱们得有个态度 江叔姐 这新事武士应该支持 但是也应该把握好多 像蒲全生这种真扶贫的干部 那是咱们县里的财富 首先得保护好 所以啊 我不希望把他这种挨出格破圈的干部 老是放在有风险的地方 不停地去试错去冒险 所以 你才想把他调到县里 当政府办公室主任 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干着 原来陈不胜不想看着蒲全生再次冒险 担心会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 所以才想调离蒲全生 可是你想过没有 调走蒲全生 对村村联合 那是福利仇信 脱禁弓箭的过程中 不可能只是规定动作 肯定会有自愿动作 而普权生擅长的正是自愿动作 所以啊 对他 应该主要是怎么引导的问题 要想成立农机合作社就要需要有挖机 沙欧清手写了宣传中联众科公司的策划案 直接来电视台交给和总编过目 你不会扒坑让我跳吧 放心吧 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 赶紧看 随后俩人找到了中联众科的程总 想让程总扶持他们的四海农机合作社 听说希望我们在节目中对口支援的单位叫四海互助农机合作社 对 这个合作社是按照地域相邻 产业相近 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的 是庸城县晚米西村探索的一套抱团发展的集体经济新模式 他们希望改变过去一个村单打独斗的脱贫模式 联合四个村抱团发展 但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中联众科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中联众科给其他企业祈祷师范带头 中联众科一直非常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 要输血帮腹 更想要造学之后 我希望我们的挖机能够在扶贫第一线上发挥作用 同时我们也希望以后国家的重大项目都能够有中联众科的生意 这才是一个企业民友的社会担当 程总满口答应扶持他们的四海农机合作社 随后蒲全生接到潘学斌的电话 县里让他俩参加中联众科的培训班 蒲全生果断拒绝 蒲全生 你都敢挂我电话呀 就你心情不好 就你没有脾气 我这还憋着一度的火呢 要不是你搞这个农机合作社 我至于跟你去陪绑吗 你也得去听讲啊 是对县长IP 你赶不去吗 随后俩人来到县政府 蒲全生不顾潘学斌阻拦 直接来找江四伟 求江四伟支持四海农机合作社 可潘学斌一致认为他们是来爱批评的 说什么也不让蒲全生去 他口上撞吧 走走走 对不起啊 江书记 我想跟你汇报一点事情 我答应去县政府办公室 同时我也希望 你能够支持四海农机合作社成立 今天是中联班的开班仪式 不是四海农机合作社的成立天理 你跟我来谈条件 这是调戏 中联班开办仪式正式开始 中联众科的程总上台讲话 可台下的蒲全生却无精打采 接下来程总的一席话 让蒲全生立马来的兴致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中联众科决定再跨一步 铁壁帮扶 无偿地将这台大型挖掘机 捐赠给四海农机合作社 一次性挖掉四个村的穷根 潘学斌本来以为江四维会点名批评蒲全生 反对成立四海合作社 不料江四维不但不批评蒲全生 还收服了企业公司送挖机给四海合作社 他自己本来也做好了IP的准备 蒲全生也没有料到 自己成立的四海合作社得到上级的支持 与此同时 村子里又出了大事 多年不孕的妖姑怀孕了 但田老八却一致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 我老婆怀孕了 我想知道这事跟你有关系 田老八的老婆怀孕了 但他却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 这天秦县文和妖姑在教室里排练 他们俩配合默契 悠扬的歌声传出去很远 田老八来给学生们送东西 从窗户里看到这一幕 田老八粗意瞬间涌上心头 妖姑急忙追出来 连连向田老八解释 老八 你是不是又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 我们那就是正常的排练 我知道排练 我什么也没说呀 那你把东西愣了就走 不走 我陪你们唱一段 这时妖姑身体突然不适 田老八健壮赶忙将妖姑扶到一边 妖姑还是不停恶心呕吐 要不要我带你去江港那看看啊 我可能怀孕了 随后田老八请来廖桂香诊脉 廖桂香诊断出妖姑怀孕了 田老八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妖姑曾被诊断为公寒 所以很难会怀上孩子 这突如其来意外让田老八措手不及 他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 江港 你不是说公寒很难怀孕吗 这怎么还怀上了呢 这寒热呀 它是相对的 真所谓啊 气血冲火 百病不生哦 现在妖姑啊 田田唱歌 心情好喽 动则生羊喽 气血一通 那就灌尘热喽 还是开心好 这开心能治百病呗 我看你以后也别当村医了 你是书相上都好啊 开心 总之啊 怀孕还是好事情的 好了 那我就走了 我去送送你吧 你摸动 老八 你去送送吧 谢谢啊 田老八苦着一张脸把廖桂香送走 劝妖姑不要参加这次市里的比赛 可妖姑不想错失这么好的机会 田老八顿时恼羞成怒 我说不许去就是不许去的 随后田老八把秦宪文约到河边 质问秦宪文孩子是不是她的 田家旺 你找我什么事 我老婆怀孕了 我想知道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我就问你一句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要这么说 那就是有关系 我当你有关系 就这样田老八对秦宪文大打出手 秦宪文也不示弱和田老八撕扯在一起 这时村民们都及时赶来劝家 妖姑文讯赶来 老子今天被打死你了 田老八 我求你了 求你 就看到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 你别打了行吗 回到家的田老八依旧不依不饶 妖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 她想要和田老八离婚 田老八暴跳如雷 拎起棍子要打妖姑 别打 打 田老八 你今天要打不死我 我就一定跟你立案 这天惹阿公把秦宪文叫来下棋 借此机会想让秦宪文离开顽米西村 离开顽米西 什么事都会 燕消云散 您让我来 就是想护我走 不是护 是酒 恐怕让您失望了 我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你 酒不错 说完秦宪文就转身离开 秦宪文和妖姑今天要带着学生们去市里参加比赛 临行前田老八主动向秦宪文鞠躬认错 沙奥对田老八的改变大惑不解 胡全生却不以为然 有的时候啊 这人啊 就是劝着不走 哄着不走 哎 你踹他一脚 打了一巴掌 他反而走了 电视大奖赛正式开始 各个合唱团按照顺序上台表演 妖姑独自一个人坐在后台画中间 她紧张得不知所措 秦宪文给她送来一个迎头饰 鼓励妖姑不要紧张 带上她 应就是当年的拜拜铃 这是我亲手做的 我请求你带上她 妖姑带上秦宪文亲手做的头饰上台 她悠扬的歌声配上学生们清脆的嗓音 立刻震惊了全场 胡全生和沙欧在台下观看 他们俩屏住呼吸仔细聆听 激动的热泪盈眶 田老八从电视里看到 妖姑和孩子们的精彩演出 她也激动的泪流满面 演出结束 妖姑和小溪流合唱团的孩子们 不负众望获得了第一名 主持人采访妖姑 妖姑却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她想让秦宪文替她上台发表感言 可秦宪文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胡全生和沙欧赶忙去后台找人 只看到秦宪文给妖姑留的一封信 我走了 感谢你在我的生活中 留下了这么美好的记忆 那套银饰送给你 就做纪念 祝你生活幸福 胡全生急忙追出来 远远看到秦宪文 胡全生苦苦挽留她 可秦宪文心意已决 非要这样吗 我跟妖姑明明不是陌生人 可在这个村子里边 装得比陌生人还陌生 腻装就装了这么多年 有时候 放手也是一种爱 我在完米西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秦老师 来完米西这些年 我没觉得我对不起谁 可唯独对你 我心里是有一些愧疚的 你是这个村子里 最有能力 也最有资格走出大山 过上好日子的人 可是为了孩子们 你拿着最微薄的工资 当了这么多年的乡村教师 甚至 都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爱情 完米西欠你一个道歉 秦宪文的多年守护 最终已离别收场 小青蛙们也跳出了警台 田老八也已经改邪归正 他也是时候离开完米西村了 另一边的妖姑却迟迟不肯上台 最终妖姑在沙欧的劝说下 妖姑才强忍住泪水微笑上台 因为她知道这份荣誉不光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秦宪文 原来就在刚刚 女人的前夫来到晚米西村闹事 他想要回女儿的抚养权 田会断然拒绝 彭建辉提出要八千元抚养费 否则就要把惹阿公的酒方砸了 田会拼令阻拦 可彭建辉却不依不饶 还要动手打田会 这是麻长顺文讯感染 你要干嘛 赶紧滚 你个王八蛋 老子最见不得欺负女人 你算你跟从我 爷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麻长顺 可你到这儿来撒野了 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三个打我一个是吧 有本事你跟我单挑 对你这种流氓 爷就不单挑 爷就要群殴打 最后在村民的帮助下 麻长顺将这个无赖给乱棍驱赶走 随后麻长顺来到田会身边 此时的田会已经哭成了泪人 麻长顺劝田会先回家 免得惹阿公担心 这天田会来找麻长顺 想管他借一相丰 借你相丰 不管怎么说 得比彭建辉一条生物 他彭建辉过不好 就经常会来闹 我不想因为我 再让阿公给了你 那你想怎么做 我想帮他 让他养风 只有脱了瓶 他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你想我不解释 好 你要不愿意就算了 我给两箱 钱做 脱瓶才能快点 随后麻长顺陪着田会 给彭建辉送风 他担心田会会被欺负 想陪着一起过去 田会怕俩人再起冲突于事拒绝 彭建辉破罐子破摔 他什么事都不想干 田会劝说他 如果以后想因子认他这个爸爸 就要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 而不是靠讹诈 正经事早不会了 田会先开了盖住养风的箱子 怎么就不会了 你爸之前将你的那些养风的手 你怎么就不会了 你爸也是我养风的师父 想当初在这十里八乡 他是出了名的养风养手 这就是你跟彭家的手里 我不相信你不会 建辉 如果你还有一丁点良心 你就像个男人一样 从哪儿跌倒 就从哪儿爬起来 我给你送了两箱风 剩下的事情 自己开心 彭建辉陷入了沉思 田会说完转身就走 照顾好鹰子 另一边 沙欧扶贫工作即将到期 胡全生答应给他举办隆重的欢送会 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还有一项心愿没有完成 那今天我就当一回阿拉丁神灯 有什么心愿你都说出来 别说一个 两个我都给你完成了 来搓一搓 这个心愿 你真帮不了我 我要当媒婆 随后沙欧特意换上民族服装 带着喜妹和龙东花上门提亲 先收 开口礼 然后 开增口 阿公 我受麻长顺的委托 特来上门求亲 沙欧郑重其事献上麻长顺的更铁 还有麻长顺的两万七千元的存折 希望惹阿公成全麻长顺和田慧的婚事 惹阿公却不同意 因为麻长顺以前的名声不好 他想给田慧找一个体面的好男人 沙欧决定帮麻长顺找回面子 他提出要找一个有体面的人 来给麻长顺当证婚人 这样十里八寸的人就知道麻长顺的人品了 请谁呀 县长行吗 沙欧提出找陈县长为麻长顺当证婚人 惹阿公这才勉强答应 回到村委会 沙欧想让蒲全生去请陈县长 我想求你帮我办件事 别说求 吩咐就好 请陈县长来给麻长顺和田慧证婚 当理 不对啊 你这不开玩笑吗 让陈县长给他们证婚 陈县长不是小科嘞 不可以把他低路来低路区域的嘞 傅全生 我马上要回电视台了 功德能否圆满 就在这个婚礼 这个婚礼能否办好 全在请不请的来陈县长 所以这件事情 你必须办成 这是命令 我们村的那个麻长顺啊 马上要结婚了 就是那个之前来县里上访过 然后老爱喝酒的那个 哦 想起来了 恭喜啊 蒲全生硬着头皮来县尾找陈不胜 开门见山提出让他当证婚人 我希望你能够当麻长顺的证婚人 今天是麻长顺和田惠结婚的大喜日子 田惠家张灯结彩 麻长顺身穿大红喜服来接亲 晚米溪的村民都来贺喜 哎 我等你密伙 以后咱们不差二倍了 你是我妹夫了 胡书记 时间到了 陈县长还没来 我打我打 眼看及时已到 陈不胜却迟迟未到 胡全生来找惹阿公商量先办婚礼 惹阿公坚持要等陈不胜赶到 而现场的气氛也是一度尴尬 众人都在焦急等着陈不胜的到来 时间已经到了 我还不敲 这红 是不是接不成了 最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陈不胜 连来路上发声塌方堵车 陈不胜姗姗姗来迟 胡书记 胡书记 陈县长来了 陈县长来了 陈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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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妹 起鼓 胡全生让媳妹立马敲呼 婚礼正式开始 听见鼓声了吗 陈县长来了 可以开始了 真的来了 真的 让阿公感谢陈不胜来参加婚礼 胡全生把廖桂香叫上来 主持这场别开生命的婚礼 马长顺和田慧举行了拜堂仪式 马长顺亲手给田慧戴上戒指 这是你的耳环 我用他打了个戒指 贴了三颗金 好了好了好了 下面啊 我们有请我们的证婚人 陈县长 讲话 陈不胜发表了简短的感言 他很荣幸亲眼见证了 马长顺和田慧的婚礼 也看到了扶贫攻坚取得的成果 陈不胜祝贺这对新人白头偕老 婚宴开始 沙鸥心情大好 一口气喝了很多酒 胡全生谎称沙鸥喝多了 把他背回村委会 越来越会演了啊 刚才说多好啊 这么直爽的一小姑娘 现在变得越来越狡诈了 狡诈 跟你学的呀 装罪的招事你就想得出来 呦 是谁说的呀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婚姻 婚姻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层 沙鸥回到自己的小屋 他的心里百感焦急 因为他的扶贫任期到了 明天就要离开晚米西村了 沙鸥不想打扰村民们 决定趁天黑悄悄离开 还提醒胡全生不要开车灯 胡全生帮沙鸥装好行李 开车带他悄悄离开 他突然发现不远处 有两排荧光闪闪的队伍 村民们在村口分立两边 每人手里都拿着手电筒 为沙鸥引路 你要不要下车 跟大家道个别 沙鸥不敢停留 他让蒲全生赶快走 村民一起挥手向他示意 小学的孩子们也来和沙鸥告别 沙鸥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三年来在晚米西村的 一幕幕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因为我记得我来自哪里 才点着你的冷暖悲喜 我愿意为了你 追逐这光前行 从山去海 也不能阻挡决心 我愿意为了你 用爱改变天地 要让幸福 充满你的生命 我愿意为了你 追逐这光前行 从山去海 也不能阻挡决心 我愿意为了你 用爱改变天地 要让幸福 充满你的生命 村民每家每户都挑选了 集中土特产 装到了沙鸥的车里 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了 这四眼是我们挑选了 老爸 喜梅望着沙鸥渐渐远去 大声喊道 沙鸥姐 你要强回来 沙鸥终于忍不住 感动得失声痛哭了起来 一份的梦境我不愿苏醒 世上的光云千里是前夕 我们共复一场光年的旅行 已经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顽米西村隧道工程即将完工 蒲全生也要即将离任 而目前的顽米西也成了全镇的第一村 因为蒲全生要接任潘学斌的位置 潘学斌推荐了几个顽米西村之书的人选 因为蒲全生身挑两职 最后还需要选一位村主任 蒲全生觉得喜魅最合适 让我竞选村主任 不行不行 真的不行 你啊 先别忙着拒绝 你坐下 一直都说咬金是培养对象 怎么突然就变成我了呢 这不是让我们两口子打架吗 组织上评估过 实事求是的说啊 咬金呢 确实不错 但是在开拓性和创造性上 他不合理 在公司的运营方面呢 他也没有你有经验 可是碗米西从来都没有过女人当家 碗米西从来都没有过重丧养残基地 现在有了 从来都没有过远近文明的公众号 现在也有了 从你开始 碗米西也可以是女人当家 喜魅左右为难 他只好打电话向沙欧请教 沙欧支持他竞选村主任 答应会全力以赴帮他 喜魅顿时信心倍增 他想试一试 喜魅回家宣布了这个消息 我想竞选村主任 你 你说什么 副书记找我谈话了 他要推荐我竞选村主任 我答应了 喜魅啊 自古以来 咱俊牛山的女人啊 都是勤俭持家课所复道的 这女人再要强 你头上那片天还得是你男人 你选什么村主任呢 向喜魅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说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的感受 向喜魅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吃软饭的 我是你丈夫 我也要干一番事业的 我也要被人尊重 你说句实话 我是不是比你更适合当村主任 不能因为你是我男人我就该让真 这样对村里也不负责任 在市场意识方面 我就是比你强 不然蒲书记也不会推荐我 这件事情 沙欧姐也是支持我 那可以了 我听明白了 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 那我们就公开竞选 只要你不怕被村里人笑我 老子也不怕 图全生召开村支两委会 向有量提交了石咬金的竞选名单 表示他们一致支持石咬金 而就在这时惹阿公突然来到村委会 我那是守山上山下 36名村民代表的委托 来给你们推荐个候选人 谁啊 相信没 还带来36名村民代表的联名推荐信 超过10名村民代表 签字按了手印 符合法定程序 推荐有效 随后蒲全生来河边找石咬金谈心 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 都说出来 现在除了你跟我 也没别人了 全村人 看着我给我老婆当根干 我脸往哪放 你这个人啊 说到底就是大男的主意 你换个角度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可以 大度的支持喜妹的工作 你也是全村第一啊 你别忘了啊 穆桂英就算挂了帅 他也是杨宗卯的老婆 回到家里 他照样得给你请安 符全生苦口婆心劝他 给他讲事实百道理 石咬金才稍稍释怀 我现在舒服多了 而今天也是符全生的离开之日 他望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难以释怀 喜妹成功当选完米西村主任 他依旧不辞劳苦 在公众号推荐完米西的特色 石咬金帮他拍摄视频 还是喜妹有本事 他当了村主任之后 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发财 再有本事 那也是窝老 明天就是隧道通车的日子 蒲全生特意把沙奥叫来 蒲书记 好久不见 沙主任你好 明天才通车 怎么今天把我请过来 明天人太多 我特别申请了一下 我们两个人代表乡亲们 第一批穿过完米西隧道 第一批从雍城县的西大门走出去 随后两人驾车成为第一个穿过隧道的人 这条隧道承载了太多人的汗水与努力 隧道不长 可是意义重大 那是完米西村民的希望之路 也是像蒲全生和沙奥一样的扶贫 工作人员通往梦想彼岸的大道 不久后 完米西彻底摘掉了贫穷的帽子 成为了雍城第一村 在小几里面里面